各位好,歡迎來到Linux核心設計講座 那我們這次探討的是檔案系統背後的設計概念以及相關的實作手法 在開始之前我們來看一下畫面中這張圖 這張圖裡面你可以看到說在Linux的設計分了兩個主要的區域 上半部的話是所謂的user space 所以在user space上你可以執行若干的應用程式 所以你可以叫做user application 中文叫做應用程式 不過更好的說法是說使用者層級的應用程式 好,那這個運作在使用者層級的應用程式呢 有很多都是用西語言的韓式庫 就是西語言開發 然後就會需要執行時期的這個韓式庫 那我們再來另外一個相關的講座叫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裡面 那我們有探討過動態連結 有探討過連結器編譯器它的一些行為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你可以看到說這些動態連結韓式庫 辦理非常重要的角色 即便你的程式不是用西語言撰寫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比如說你的程式用java撰寫 但是Java的虛擬機還是用西或是西++這一類程式語言去開發的 那弄到最後呢還是會有一個共同的介面 那當然這件事也對Python、Ruby 或是相似的這個程式語言執行環境 有一樣的這個操作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看到說 就是我們這些所謂執行在使用者層級的應用程式呢 會透過西語言的執行時期的介面 那你可能知道另外一個東西叫做ABI 這ABI的全名叫做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 那這個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這個講座裡面呢 其實也有提到類似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是說呢 我們除了提供一系列的API 那當然這邊講的API就很廣泛了 就是像我們講這個所謂的那種雲端 像Google的雲端服務啦 或是說AWS的雲端服務 那本質上提供的就是API 讓程式開發者可以撰寫程式 但是光有這些 API呢是不夠的 其實我們需要另外一個東西叫ABI 那這個ABI呢就是 就像它的這個全名所意味著隱含的意思 你可以看到說它其實規範東西呢是 這二進位這些界面 所以呢我們要很 我們透過這個ABI呢 我們會很清楚說 包含說那些Function Code 參數如何傳遞 那比方說我要傳一個參數 傳兩個參數 傳三個參數 那我到底要從右邊傳到左邊 還是從左邊傳到右邊 然後還有說你Function Code 一旦完成的時候呢 你返回到上一層 那上一層再返回上上一層 那這些東西都需要怎樣 都需要聲明的 都需要一個明確去定義的 那另外一個狀況呢 就是說混合多種程式語言 比方說在Java裡面 你知道可以透過 Java Native Interface 去使用到這些 用C語言或是C++ 甚至其他程式語言所撰寫的程式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需要一個界面 那這個界面很有趣 就是說 你可能知道這個東西叫做 Falling Function Code 或者是Falling Function Interface 然後縮寫叫做FFI 然後我們剛才講了這麼多呢 其實包含在什麼層面呢 就是這個 在使用者層級的 好 那使用者層級 是算Linux 以及廣業 我們講在Open Source 最有趣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看到大量這些 很多很寶貴 但是又非常有趣的這些 智慧財產這些 這些成果 那用一種 公眾可以存取的一個形式存在 那在Linux世界裡面 因為不是只有Open Source 其實有幫助說 各式各樣的Pepadry Software 所以你會看到說 像我們知道 像Skype 或是說像Adobe這些 那這些基本上都有很多不同的程式 好 然後 不管這上面做了多少有趣的事情 但是呢 在做一種設計來講 我們需要一個什麼呢 需要一個系統呼叫 然後我們在我們之前的講座裡面 有提到一個就是 嗯 系統呼叫 對不對 就賦予應用程式生命的系統呼叫 好 然後我們這一次呢 主題這次探討什麼呢 這次主題是探討檔案系統 那有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你可以透過這一次的講座 去複習過去我們講到說 System Call 過去我們講到這個Process 所謂這種行程 好 那還有幫助執行序的管理 那甚至呢 你還會 呃 觀察到呢 這個東西呢 跟 集體管理 然後也有很大的關聯 甚至如果說我們看更底層的機制來講 甚至還有幫助這個 中斷處理 以及這個同步機制 所以我們在學習這個檔案系統的這些背後的設計概念時候呢 其實你把很多層面都去涵蓋了 好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剛才提到在介於中間的這個系統呼叫 好 然後在這上面呢 這些所謂的User Program 它本上都是各式各樣的Process 各式各樣的行程 對吧 所以你會了解這上面的行程做了什麼事 然後呢 呃我們這個行程也不是憑空就出現的 我們勢必會有一個對應的一個什麼 對應的一個機體管理的機制 好 那所以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這個 這個也是什麼 我們在探討定時合力設計所要涵蓋的 好 那介紹完這個經典的設計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看到畫面中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你會看到一個東西啊 Virtual File System 這個東西縮寫叫VFS 好 那注意到就是說 呃 我們會有很多很相似的詞 比方說 你在畫面中看到有一個東西叫Virtual File System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Pseudo File System 那如果你把它翻譯成 中文會聽起來有點乖乖對不對 你翻譯成說 虛擬檔案系統 然後另外一個是Pseudo 所以如果你把它翻成假的 好 假的檔案系統 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好 不過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晚點還有一個來解釋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Virtual File System呢 本質上呢 它只是一個介面 而且這個介面裡面呢 你會看到說 左邊有一個 iNode Cache 然後右邊有一個 Directory Cache 然後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底下呢 有各自不同的這個檔案系統的實作 好注意到 這個我們講這個Virtual File System 是一個介面 然後 這個介面呢 必須要由真正做事的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檔案系統 去 給予必要的功能 好 那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剛才上面講這些 應用程式啊 其實它都透過什麼 透過系統呼叫 那系統呼叫呢 又一開始呢 直接存取到是 Virtual File System 然後之後再對應到不同的這個檔案系統 好 然後底下呢 你又看到又好玩的東西 比方說這個Buffer Cache 好 然後這個Buffer Cache裡面 最後才是接觸到各自干的這個 裝置驅動程式 那我們這邊講的裝置驅動程式很多元啊 比方說這個 呃 透過這個硬碟啦 好 或是透過 甚至透過檔案啦 好這些這些去存取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今天探討這個檔案系統的時候呢 其實 相當於是把Linus核心 許許多多 關鍵的設計呢 繞了一大圈 好 所以在這一次講錯呢 可以當作之前學習的一個複習 好 那在我們探討更細緻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一次的講錯想要帶 帶於各位什麼 那首先呢 我們回來看這個歷史故事 呃 很多人對歷史沒有那麼大的興趣啊 那 呃 尤其在台灣吧 我覺得就是很多人被這種 呃 考試弄壞胃口了吧 好 像你以前就是考試問說 欸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陳吉思汗 哪一年滅掉西夏 陳吉思汗 哪一年滅掉南宋 你 後面那個問題是 就是 其實這都是有問題的 你看 對啊 因為 說陳吉思汗 哪一年滅掉西夏 其實呢 陳吉思汗 是先掛掉 然後西夏呢 苟延殘喘一陣子 那才這樣 才是 接受蒙古的這個招響 但是當西夏投降的時候 其實陳吉思汗 已經什麼 已經死掉了 所以這個 如果說以前考這種問題 其實還蠻無聊的吧 對不對 陳吉思汗在哪一年滅掉西夏 他生前來不及滅掉西夏 所以這其實不能作答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考試卷還是可以出題 這是我們以前過去的歷史 但是在UNIX的世界 我們講這個Linux Unix 其實還是有很多概念 是一脈相承的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檔案系統這個東西 可以說橫更了50年 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Ken Thompson 1969年在BearLab工作的時候 他嘗試去實作這個UNIX 注意到1969年這一年 這個UNIX這個名字還沒出現 那個時候的名字叫做 是這樣子寫的 為了要去一個 就是當時的這個名字 就是說 叫做 就當時他不是叫做這個 UNIX 就是這個X 而是CX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CS呢 就是為了要對之前 Ken Thompson還有Danny Stich 所參與開發的這個Markix 所以做一個 你知道城市開發的一種 一種趣味吧 好 那總之呢 在這個1969年呢 這個Ken Thompson發展這個檔案系統 然後這個概念呢 長達這個50年 距今2009年的時候 這個是 有很多東西是 一路這樣延續下來 好 那所以我們 講一些比較高階的概念 好 比如說 檔案啊 目錄啊 路径啊 檔案屬性 這些 這些 面向 然後 更有趣的地方是 在內部的設計呢 比方說你可能知道 像一個東西叫 INODE 我們等一下晚點會提到 就在畫面中可以看到這個 INODE 注意到這是I 不是L INODE 或者說像一些 一些Block 就是像什麼SuperBlock 那這些東西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一樣 也是在1969年就提出了 所以你會發現說 即便Linus Kernel 是一個獨立的創作 注意到 就是當時這個 Linus Torus發展 Linus作業系統的時候 作業系統核心的時候呢 這個UNIS還是受到AT&T的這個保護 所以它 所以其實Linus所參照的是 是其他的這個 作業系統材料 比方說Minix 當然Linus跟Minix 在設計面向是有很大差異的 好 Minix是採用這個 我們所謂的Micro-Kernel 微核心的設計 那Linus 相當於是說 最早最初 照Linus Torus的說法是 是什麼 是它自己的這個 一個玩具 一個一個試驗 所以它是一個 就是Linus Torus 是採用實用主義的觀點 去創造 去開發 去涵蓋整個這個設計 而不是說 像這個 Minix 以這個 Micro-Kernel 然後有的設計思維 就是說 讓Kernel來講 盡可能做很基本的事情 然後 真正在做具體功能 是放在什麼 放在User-based 放在這種 非特權模式的這個 執行單元上面去做 好 然後呢 這個Linus Kernel呢 後來呢 為了要統整 各式各樣的這個 檔案系統實作 晚點會看一些 Linus的檔案系統 那些很驚人 那因為Linus 要管理的檔案系統 實在太多了 所以後來引入一層 這個Virtual File System 它本質上呢 是什麼 是一個抽象界面 我剛才提到 所以你可以思考說 在這個抽象界面 是一層抽象界面 但是底下呢 可以對應到各式各樣的 這個不同的檔案系統 然後呢 後來呢 Linus Kernel 又發展很多有趣的事情 好 注意到Linus上呢 其實真的很多有趣的東西 其實有個有趣的東西 叫Fuse 那這個Fuse的全名叫做 File System in User Space 就像證明上的意思 其實你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你可以把檔案系統 施作在User Space 那你說這樣東西有什麼用呢 我直接告訴你 結果 好 你可以查一下 有個東西叫MateFX 好 這個MateFX 這個有點好玩 直接看路吧 這個MateFX 是誰開發的呢 這個是由 Netflix這家公司開發的 好 那我想大家對Netflix都不陌生 那Netflix 作為這個線上 線上的這個移民平台 那往往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困擾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 Netflix的後端呢 是採用這個 AWs 好 那 亞馬遜呢 在發展AWs的時候 提出這個S3的介面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S3是一系列的 資料儲存 可是呢 影音的資料呢 在儲存上 比較 就是要考量點 複雜很多 像我們想一下 尋常檔案 比方說一個圖片 一個聲音 然後或者說一段文字 這些東西處理 都是相對 容易的東西 你不用去管說它的 這個狀態嘛 你比如說你 複製文字啊 複製這個聲音啊 或是小的圖片 多半的你做任何操作 大部分都是這樣 很快的時候就會完成 可是影音就不是這樣 好 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 你去思考一下 像藍光 藍光人知道動輒都是那種 Telabyte 就是Gigabyte Telabyte等級的 好 我們今天假設 我們今天要複製的內容 現在處理的檔案 的空間呢 是2GB 那我們知道一件事 那要 不管是搬動2GB 或者說要讀取2GB 的其中一部分 那都是非常耗時間的事情 所以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就是說 我今天要去操作一個檔案 不管是從裡面讀取資料 或是說這個 做任何操作 它其實 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資料 那 比這件事更麻煩的地方是說 尤其像Netflix的影音資料來講的話呢 它的聲音影像很可能是不同步的 或者說 你擷取資料的時候呢 這個 所謂的這種 後台服務 就是那些資料儲存的部分 都還在怎樣 還在做後製的處理 就像你看YouTube 如果說你有跟我一樣 有在做這個直播的話呢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 比方說我們這個直播 晚上8點到晚上11點 那看起來是3個小時的一個直播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真正檔案呢 它不會立刻出現 直播檔案大概約 以前要比較久 以前可能要隔天才會完成 但是現在 YouTube越來越 進步越來越快了 所以可能是大概 兩個半小時之後會拿得到 好 那這時候好玩 因為在你拿到真正的檔案之前 其實檔名就出來了 路径可能就出來了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操作了 只是說呢 你可能特定功能 比方說 你拿到的這個檔案 一開始得到的檔案 可能是不完整的 但是它前面是看得到的 好 那同理呢 你只要不要seek 就是說不要移動這個 存取的這個位置 移動到最後面 也就是存取不到的時候呢 那我們還是可以告訴你說 這是合法的 可以存取的 所以你就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 Netflix呢 它發展了這樣的MassFS 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東西有趣啦 就是說 這個檔案系統呢 它就把這些 特別是影音資料 影音的檔案 做一個處理 也就是說 應用程式本身呢 不用去想 這些不管是 Netflix怎麼去儲存資料的 也更不用去思考說 AWS到底是怎麼去規劃這個網路架構 好 那總之呢 應用程式呢 想要存取的時候去存取 想去詢問做這個檔案的資訊 因為多半的時候 我們不會一次把所有資料走完 對吧 比方說 我們多半的時候去存取說 這個檔案 它的什麼 比方說它的標題 這個檔案的一些資訊 比方說片長多少 解析度多少 或是包含說一些創作 就是說這裡面包含哪些聲音 或是包含一些版權描述的訊息 往往多數的手指出這件事 那這樣的話呢 就透過這個MazeFS 你就可以這樣 你就可以這樣去存取 然後好玩的要是什麼呢 這個背後呢 也是這個 Virtual Fire System的介面 然後呢 在Fuse來講的話 有一部分是放在Kernel 所以你可以看到畫面中 來講話這個Fuse 這個部分就是 在Kernel裡面 去提供必要功能的 好 那這User Space呢 就透過這個LibFuse 所以呢 我們就在下面可以 建立各式各樣的一個出遊期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MazeFS呢 本身是一個Python的程式 那所以呢 你不需要 在 Linus Kernel裡面 內簽一個什麼 Python的植一期來值 為了執行Python 真的不用 你只要能夠 透過這個Fuse 就是這個揭露這個界面 然後你就可以幹嘛 你就可以做這些相關操作啦 不管是這種Sumin 或者說 不管是加密啦 解密啦 註冊這些這些操作 你就可以 你可以去處理 所以你會發現說呢 不難可以想像 其實這個 這個界面的設計 其實真的很巧妙 而且這也是Linus來講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競爭 就是跟其他作業系統來講 非常大的一個競爭力 好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議程呢 也想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種 這種 得意這些 裝置 去用程式 還有 包含說 設計的界面 這些都是讓Linus 勝出的一個重要關鍵 好 那我想要帶著大家去想 這樣的設計怎麼來 那這樣的實作 需要哪些手法 然後哪些技巧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歷史故事 好 注意到這一個段歷史故事超級重要 你不能隨便去 跳過 好 雖然乍看很奇怪了 但是 雖然不要跳過 好 那為什麼呢 直接跟你講結論 因為呢 因為呢 在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詞彙 什麼Superblock inode 這是 deentry 或是file 這些詞彙呢 其實在第一版的units 就已經出現 而且好玩呢 另外還不止 好 就是說 像怎麼 setUID bit 好 那這一系列的東西呢 它其實在第一版的units就出現 那第一版units在什麼時候呢 剛才提過了 1969年 所以呢 50年前 Ken Thompson 當時做了很多決策 那當然他跟 不只Ken Thompson 包含說 Denstitch 以及這個貝爾實驗室那些 那些 有趣的 開發者 有趣的工程師們 他們在 將50年前這些設計呢 其實一路影響到我們今天的這個linux 而且 某個形式來講 它是創造一個公益標準 即便 跟很多公益標準比起來 很大不同的是 units是先做再說 而不是說 把大家 找過來開會 然後 然後大家去思考說 怎麼 怎麼去發展 這些規格啦 這些規格應該怎麼做啦 好 然後這規格做完的時候 或是做的當下 才一面去開發市場 但是 這貝爾實驗室這條能不是這樣幹的 先做再說 然後呢 一次一點的做一些調整 好 然後呢 呃 事實上units的第一版的這個 程式碼呢 呃 因為年代的關係 所以它其實已經被歸檔了 所以就是說 因為這個計畫畢竟已經 50年前的東西吧 所以其實已經 已經 很多東西都不 不可考 但是沒關係 因為在當時這個歸檔的文件呢 因為這個 後來這個lucent 把這些資料 就是 把它 釋放 對公眾釋出 那接著就有一群人 大概是在2009年的時候呢 就做一件事 很有趣 就是OCR 就把這個 那個 紙張 做什麼事情呢 用紙張 然後用這個 就用掃描機 用光學辨識 光學這個資源辨識 所以就把這個 早期的這個units的程式碼 那我們稱為這個東西 叫做 Research Units 那Research Units 是這樣的 就是說 它怎麼區分 是這樣的 就是說在 1969年開始 就是 Kent Thompson 和Denis 發展 Units 但是當時呢 在 貝爾實驗室 或者說在更大的 更大的體系 AT&T 就是說 不管是貝爾實驗室 或是AT&T 本質上呢 沒有要 做商業化 因為對AT&T來講的話 在 1970年代 最賺錢的東西 還是什麼 都是那種 電信 電信電報的業務 可是呢 後來有很大不同的 就是說 大約在1980年代 那這個 AT&T的這些律師 AT&T的這些 長官們 察覺到 我Units 是一個 搖錢樹 所以 光是呢 跟這些 大學院校 這些公司 原本他們都是 可以 很自由地去使用 但是 AT&T的律師 就發現 這個東西 大有 大有可為 所以就開始 去收這些 專利費 去收這些 版稅 所以你看一套 那個價格都很驚人 學校要 200美元 但是 公司行號 需要2萬美元 你要考慮到 1980年代 2萬美元 那個數字很大 然後 所以 在1980年代之後 這個Units 就是AT&T的這個 搖錢樹 所以 之後 這個程式馬 就不是那麼容易流通 那反過來說 我們就把 之前很容易流通的 這個版本 比方說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第七版 這些 我們就稱為這個 叫做 Research Units 那其中 Units 第六版 好玩 它是非常廣泛的 去 被使用 然後不管是做 教學 研究用途 那甚至還有 專門能去撰寫什麼 嗯 就是解析 Units 程式馬的書 那我們稱為叫 Lions Book 那這個 呃 不是 Lions Book Lions Book 畫就是這個 呃 就是你可以從他的那個 書名可以看出來 那就是這個 呃 這個 Lions呢 他就做什麼 做做 就是對Units的第六版 去解讀 所以這很好玩 就是說這本書呢 做 就是去解讀Units的第六版 程式馬 然後告訴你 告訴大家怎麼運作 然後這個 呃 John Lyons呢 他就是 呃 在這個 西南 威爾斯大學 就是做了 做了 用這個 把這個 這些成果呢 當做教學 那很好玩的 那很好玩的 那是什麼呢 這本書呢 後來這個 Ken Thompson 還有Dance Ditch 還有幫忙寫序 所以這個 這個是其實很有趣的 一個事件 那西南威爾斯大學呢 也得益於這件事 所以這個其實也有 很大不同 就是說他們後來 再做一種發展 或者巨大的突破 好 那總之呢就是說 你可以知道 我們所謂的這個 Research Units 就是早期 可以自由流通的Units 好 然後呢 那這些 既然可以自由流通的 這個Units 然後後來就是 人們就這樣 就是透過這個OCR 然後把這個東西的 程式碼 技術文件 還有內部的這些 討論材料 然後重新把它數位化 然後後來呢 就有另外票人 發展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早期你可能知道 就是說在Units來講的話 會跑 會執行在 比較舊的硬體上 好 比方說什麼PDP-7 啊 PDP-11 好這樣的機器 那所以這個專案很有趣 就是去 去模擬 這個SynH 這個是 是一系列的模擬器 它不是模仿這個 模擬這個 模擬這個 這個PDP-11 PDP-7 這些 模擬的東西可多了 這些早期的電腦 那你說 模擬早期的電腦有什麼用呢 那你就可以 因為原始程式碼 你取出來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搭配這個 模擬器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 Units做一種 執行上來 然後我自己呢 就整理一個 叫 Units V1 那這 Units V1裡面呢 它有很多很重要的 這個成果 那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這些人都 真的是很有趣啦 這些 這些人就是 花了很多心思 去做 歐西亞 因為不能只靠城市去做歐西亞 然後還要 有人去做 做教育 那這些人都是非常有趣 那其中這個Velen 那Velen這個人 就領導了這個 上面這些人 所構成的這個團隊 做了這些非常 辛苦的事情 那我就又把他們的成果 把它整理在一個 調整 就是做一些調整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Github上 那所以這個來講話呢 它是什麼呢 它是第一版 就第一版的這個Units 我們這個First Edition Units 然後呢 這邊有一些簡單說明 就是說你需要去安裝這個 Sync Edge模擬器 然後接著呢 就可以去編譯 那比較好玩的話是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已經把這個第二版 就是第二版Units裡面的 這個C compiler把它搬到 搬到這個裡面去 所以呢 比較好玩的話是說 算你啟動的東西是第一版的Units 但是它有一部分的 User Space的程式 是從第二版來的 所以就第一版跟第二版都混合在一起 那這樣的好處很顯然 就是說 你可以有比較多工具 因為畢竟Units的第一版 是很小的東西 那在操作上比較不容易 也就是 比如說一些檔案操作啦 或者是說 有些工具類型比較少 那沒關係 就從User Space的第二版 把它搬過來 好 然後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有些很有趣的東西 你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這個 Notes 然後Machine.tst 然後 在這個開檔的時候 我們順便來講一下 在今年5月4號呢 好玩的地方是 這個 Kennyhan跟那個 Ken Thompson呢 有個對話 這個對話非常值得一看 而且他們兩個都是老人家 你絕對不要覺得說 自己英文不好啊 你千萬不要錯過 這個Ken Thompson 你看這個 Ken爺爺爺都要80歲了 然後講話還是這麼有趣 他就跟你講說 他當時啊 為什麼要加入貝爾實驗室啊 然後當時為什麼要開發 開發作業系統啊 之類 好 那所以這個 就是第一手資訊 這是非常非常寶貴 然後他另外一個同事呢 就是這個 Brian Kennehan 也是在早期這個 UNIS開發這個靈魂能務 所以你能看到 這兩個人的訪談 實在是很有趣 但比較可惜 一般是那個 DanceDitch已經過世了 在2012年 一年過世 不過這些第一手資訊 還是很值得我們去看 好 然後呢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跟大家提到說 要打開這個Note 那好人家在哪裡呢 這邊 其實這邊就 你可以看到早期那個 UNIS的風格 就是說 寫字都寫得短短的 然後 少少的 但是呢 你來看一下 注意到這個東西是 距今將近50年 因為 UNIS第一版是在1969年開始開發 那當然 相關的文件可能是隔年 或者後年才開始 才 著手撰寫 但是 你可以想說 你要注意到 出現在你眼前的這個東西 是在 將近50年前 好 那你可以看說呢 有些詞彙你可能注意得到 好 比方什麼 brock superbrock 然後什麼 storage 然後呢 除了這以外呢 還有什麼 像這個 iNode 對 iNode 然後 uid 好 然後呢 像這個什麼 root db tty bin etc usr tmp init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不就是你在學習Linux的過程中 所 看得到的東西 對吧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些東西呢 從 50年前 一路延續到現在 好 那我們幫大家標一下重點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呢 在這個 UNIS的啟動來講的話 就是需要兩個disc 就是實體上的這個磁點 那當然早期的這個磁點 都是很大的 就是這種磁盤 就是那種很大量磁帶 好 那我們先 忽略這些磁帶到底做什麼事 但你可以看到它需要兩個磁點 那一個編號叫iflin 然後一個叫rk0 然後這邊呢都會包含若干這個block 就是資料這個儲存的單元 然後呢其中iflin呢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啟動的時候會一個root 然後呢再來是說第一版UNIS就是這個swap 那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程式叫什麼 叫swapper swapper這個 在UNIS來講非常重要 那當然 但是這件事在這個linux來講的話 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在UNIS來講的話呢這個 扣掉process編號0的process以外 其他的process都是什麼 都是透過fork系統 fork系統會建立的 但是有一個叫pid等於0的 怎麼稱為叫swapprocess 注意到這個不是透過fork建立的 這個是什麼 這是由kernel去建立的 但是這個東西呢在這個什麼 在這個linux來講話呢已經有很大不同了 就是說process編號0的 那我們稱為swapper 但是也可以稱為叫做idle process 然後這idle process呢 它的這個行為已經跟第一版的UNIS 有一些不同了 那你對這個系統有興趣的話 請你回去複習說我們講這個 講這個 不僅是執行單元的process 那裡面有更細的探討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就是說 這個rf0呢 這個東西呢是用來 就是顯然就是用來開機的 用來確保 UNIS開機之後可以正確的執行 那這swap在做什麼事情呢 因為在那個年代 注意到在50年前 pdp7也好pdp11也好 它的相對記憶體是很小的 所以我們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需要做什麼事情 需要把主機體的空間 就是說原本它執行的是a 那接著要到b執行的時候怎麼辦 我就把a的內容 把它swap到disk裡面 然後原本b的內容就從disk 把它swap到哪裡呢 主機體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說這個swapper 在早期UNIS搬起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比方說我a跟b要交錯 那swap就要做什麼事 要從主機體搬動到disk disk搬動到主機體 當然不是每次都搬動 如果你主機體夠的話 那反過來說如果你主機體不夠的時候 你就要很頻繁做這件事 當然這會有一些效能的衝擊 那在之後的世界裡 就很不同的啊 比方說像手機 手機的swap呢 就往往呢 要注意到我們講的比較早的 就是相對比較早一點的手機 像這個比較早期的手機 根本就沒有swap 因為就是盡可能就把程式放在主機體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呢 這個是d版的unis 那就是什麼 當然那時候檔名都很怪 像這個人家講的 U0.s 這是什麼 就是組合預言程式 然後呢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看U0.s裡面呢 它會去設定這個f0 那設定的時候呢 會去指定這個superblock layout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那每一個 每一個什麼 每一個這個 可使用的這個 出生空間呢 會包含什麼 128 byte 然後呢 接著會有一個東西叫inode map 然後包含64個byte 然後這邊inode的這個i呢 很好玩 就是 它這個inode的i是information意思 就是所謂的一個資訊 就是我去描述的資訊節點 所以我們在檔案系統裡面 不是只出生這個檔案的內容 也不是只出生檔案的名稱 其實我們要出生很多屬性 那這些屬性呢 就會由這個inode 還有一些很相關的這個資訊去做 除了這裡外呢 你可以從第一版的用詞 發現一些好玩的東西 比方說太遠 比方說太遠 i node的i -1 到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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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比方說 1 到40 那這個 1到40呢 這很好玩 那其實只有保留的 什麼 這些inode呢 就保留一些特定的用途 比方說這個root 那root底下會有什麼 會有這個1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 我們會在哪裡看到一些東西呢 比方說 我們在root底下 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 所以比方說 這東西就對應到哪裡呢 對應到 像 像是 home 好 然後什麼bit 然後dv 我們來看一下dv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很多的所謂那種device file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dv目錄裡面 然後這個東西呢 也會這邊描述 好 然後注意到一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在那個時候 注意到 在50年前就有什麼 就有tty了 所以來看一下 這邊的tty 好 那當然跟 現在tty當然複雜很多了 那你可以看到 早期其實有這個tty 那我們現在這個tty 獲得擴充 從這個向下相容 到過去的這個tty 那後來有什麼 01234 然後還有很多變形 你看這個超多的 現在有什麼s 然後什麼s30 s31 然後什麼tty printk 這些東西呢 你可以去查一些 因為相關的材料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50年前的unis的樣子 就一路怎樣繼承到現在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講了很多次 你學習linis的時候 一定要熟悉歷史 因為這些東西都會這樣 被傳遞下來 好 那接著呢你再去看好玩的東西 好玩的東西 好玩的東西在哪裡呢 如果你去看ls的程式碼 那我們都知道ls可以幹嘛呢 可以去把一個給定的目錄下的 這個資訊把它印出來 那當然你會發現 打開程式碼就會傻眼 這個這個組合員很奇怪 而且這組合員是什麼 是 60 將近60年前的什麼 pdp11 pdp7的這個原始程式碼 所以這 而且是用當時的組合員 跟現在你熟悉的是 或是你有聽過的這個 s86的組合員 on的組合員 是大相徑庭 但沒關係 我們把它畫一下重點 好 在哪裡呢 就是說如果你去看這個原始程式碼 好看它這個343 好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看是什麼 去標exculable 然後呢標read owner right owner 那你發現這件事呢 有點奇妙啦 對不對 這件事 玄妙的地方 不就是這個東西嗎 對不對 你沒看到左邊的部分 所以我可以知道一個 owner group other 好 那這個別呢 就用什麼 個別用三個bit 去表示 所以在user裡面 有三個bit 那通理 在group裡面 也有三個bit 在other裡面 也有三個bit 好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是當時的 設計 就搬過來 所以我們把它稍微看一下 所以這個20 注意到這樣子寫 表示16清位 然後把它轉成2清位 就是這個東西 那通理這個10呢 10呢 就是寫這樣 然後這個4呢 寫的就是寫這樣 那所以可以看到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所熟悉的這個 ls的操作 同樣也是在什麼 在50年前也可以 也有類似的輸出 那當然現在的東西豐富一點 就是我們現在的東西顯示比較豐富嘛 也給不同顏色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去回想一下 你就把時間想到移動到50年前 其實我們畫面中 這個終端機畫面 其實就在Ken Thompson 最初1969年的實驗 其實有一個幾乎相似的概念 這個是一個在資訊科技的世界 真的是很難得的東西 就是真的是歷久彌新 然後這樣一路傳遞下去 那當然 對初次學習Linux的朋友 會覺得很挫折 然後天啊這個什麼 這竟然有這50年前的clutch 對不對 就是那種怪東西 髒東西 那竟然一路連續 那甚至不然說那個什麼 用不同的bit去操作 那你會好奇說這個bit 這個pdp11的指令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這邊有個對照表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bit這個指令呢 在做的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 它會去做這個logical end 還有做檢查 做比較 就是我們兩個數 兩個數值呢 我們去做logical end 那你就會去比 可以得知什麼 兩個東西有沒有 有不一樣 如果 source跟destination都是這樣 都是一樣的話 那我們去做logical end 那你會得到什麼 就會得到一樣值 那反而來說 如果 source跟destination呢 它是完全怎樣 完全 每個bit都不相等 那你做這個 做這個logical end之後呢 那你會得到什麼 你就會得到0 所以我就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可以去 去界定說 界定說這兩個數值是不是一致 好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 用這樣的一個決定 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去 去比 比對著吧 這種 就是這樣的一個樣式 可以知道說 這個 每一個 每一個 user group other 它對你的不同的bit 做了什麼事 好 然後呢 類似的東西呢 你也可以在什麼 在init裡面找 好 然後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來稍微瞄一下 在init這個程式碼呢 好玩的地方可以看一下 好 一樣它也是用組合員的 但是不用太擔心 好 我們今天重點不是在學組合員 我們今天重點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sys開頭 sys開頭 sys開頭是什麼呢 它就是系統呼叫 好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你熟悉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tokersys呢 它是觸發系統呼叫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系統呼叫的名字 你有熟悉吧 cross open esec excuse mount 然後呢 change mode create 而且大家有注意到 在那個年代create是怎麼寫 c-r-e-a-t 沒有e 後來有人 就是unit獲得巨大成功之後 有人就問Kent Thompson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 你想要 你想要做什麼事 那他就講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Kent Thompson說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呢 他希望把create這個字拼對 那這個 注意到 它絕對不是什麼 絕對不是當時寫錯字 那因為以前的那個字母 就是那個這種 出生空間是很有限的 所以當時為了接著空間 就把create 那個c-r-e-a-t 少寫個字母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close unlink 然後有fork 所以你會發現說 還不然說 shdir 然後你會發現說 不然說你知道這些weight fork 所以在第一版的unis 注意到 第一版unis 就有一些很經典的 系統部角 而且這些經典的系統部角 往往就圍繞在什麼呢 檔案系統的操作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 我希望大家有一個 這樣一個認知 認知到什麼呢 其實 我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跟各位講這些歷史 因為這些系統部角 就是從50年前一路傳遞過來 而且呢 如果你去看它的程式碼 注意到 就是這邊的程式碼 跟你想像中也可能不太一樣 這邊講什麼page 然後什麼102-07 這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那個是OCR來的 就是這些程式碼 這些都是貨真駕駛的程式碼 但是是OCR來的 所以你就想說 我今天有個什麼 就貝爾實驗室的東西都長得像這樣 就是紙張 所以有人就說 做OCR 那OCR完了 它就對應到什麼 各自的這個頁碼 然後 那在這個 在我這個整理的程式碼裡面呢 會從這個什麼 會從這個 給定的這些page 就是說給定的這些page裡面呢 會去 會去 重新編譯程式 就是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邊的這個每個page的資料 這個OCR內容呢 會重新的被解開來 變成程式碼 那你可以試著去抓下程式 然後去做一些實驗 那這邊就列出這個 ChangeMode跟ChangeOwner 這個對應的真正的實作 好 那一樣 你看到這個主語也不用慌張 認真看註解就好了 誒 這是吧 去取得 iNode的資訊 而且去檢查目前使用者的這個狀態 然後去知道 去判斷他的這種 判斷他是不是不怒 那 而且呢 那我另外要怎麼呢 這邊來講的話呢 去看他的什麼 執行的模式 好 然後接著再繼續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ChangeMode 那另外一個叫ChangeOwner Owner就是幹嘛 就是要去看這實用者是誰 好 你看喔 這邊程式版就是什麼 就UID 好 去看他的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SuperUser 那如果他不是SuperUser的話呢 他就是一般的實用者 好 那我們就看這個 一般實用者呢 能不能做某些特定的操作 好 所以你們會發現好玩的 另外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麼多歷史故事 那麼多典故 其實這些東西啊 就是從第一版UNIS 延伸過來 好 那接著呢 Linus呢 就把這些 UNIS的設計哲學 把它這樣繼承下來 那UNIS的設計哲學 裡面有個經典的話 叫做Everything is a file 好 那這種意思就是說 任何一個東西 都是被當作一個檔案一個操作 好 然後在 TLPI TLPI叫什麼 叫The Linus Programming Interface 這本書呢 因為 太成功了 這本書在這個 在UNIS的世界 在Linus的世界獲得巨大的成功 所以人們在講到這本書的時候 常會有些書寫的 然後 這本書書寫叫TLPI 那另外一本書叫APV 反正就是說 這些書都是很經典的書 基本上就是那幾個 什麼這個 那個APV APV就是叫做什麼 Advanced Programming for Unis Eriving 類似這樣 好 那在另一個書的話就是 TLPI 那在TLPI裡面呢 它怎麼去描述這件事呢 它稱為叫做 Universal IOModel 那你可以叫做 Universal IOModel 講什麼 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說 不管你做什麼的操作 你都可以透過 Open Read Write Close 這些系統步驟可以去做這些操作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第一版的UNIS 注意大家 在第一版的UNIS 這些東西都存在了 所以比方說你要去找什麼 Reader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呢 你會發現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 雖然你可能看不太懂這個程式嘛 對不對 但是你喜歡看到 你喜歡看到 這不就是綠的系統步驟 對 沒錯 所以在第一版的UNIS 它就存在了 就是說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IOModel 要對中端器操作 要對中端器操作 或是要把資料寫在這些磁點裡面 甚至要寫在網路裡面 都可以用一致的這個抽象操作 所以這樣的一個 Universal IOModel 其實搬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休息一下 好 那剛才提到的就是 Universal IOModel 然後 各位千萬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個東西聽起來你在今天的 Linus 你覺得好像 不管Linus也好 BSD也好 就很多類似Universal IOModel 類似Universal IOModel 做一些 這些概念是相似的 但是 在做這個決策呢 是一個非常 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 這些前面講的這個 Open,Read,Write,Close 這些操作呢 其實它不是只是 把資料寫在 硬碟這種行為那麼單純 就不然說像 終端機 那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 終端機像什麼 就像這個 我們沒看到這些黑黑馬 對不對 以前有個笑話嘛 就說這個什麼 呃 如何判斷一台 如何判斷一個人 是不是駭客 就說 看他是不是有什麼 黑色的底啊 白色的字啊 然後很喜歡在那邊敲一敲去 那當然這是一種偏見 這是一個笑話 但是你要知道一個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這一個決策呢 那是一個 非常 了不起的事情 只能就是了不起的 在於說呢 就是因為這個決策 導致呢我們可以很方便的去描述我們的所有的這種周邊描述這些不同的行為 就像剛剛講的就是說這些終端機 那這個終端機來講的話呢 如果說你在 Linux啟動的時候沒有進入這個X window 那你可以按下Ctrl-Auto F1 F2 F3 就是 按這些切換不同的TTY 那種不同的TTY 就有不同的登錄畫面 然後不同的這個輸出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 我們把這個終端機當作一個檔案來處理 那同理呢 我們甚至可以去創造一個 比方說像這邊來講 就是 有一個 亂數 比方說我們去 比方說我們去CatX吧 像這樣 它這個亂數 所以比方說我就得到像這樣畫面來講的話 這全部都是亂數 你說我看不懂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做什麼事呢 你可以 比方說我就是只看 前面的部分 比方說我就把它 只看 就比方說只看這一部分 那 當然你也可以只看這個 把它轉成 轉成 轉成就進位什麼的 就看到不同的數值 然後你看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就是 這就是亂數產生器 但是我們要存取 亂數產生器的 不用寫特別的程式 你知道怎樣 你知道能夠開檔 讀檔 好 那當然 對應的這些關檔 你要去做也可以 那通理呢 就說像這個部分的是什麼 這個是FBidding 那這個FBidding 是這個我們稱為叫 FrameBuffDevice 那它就是負責這個畫面 就是 我們剛講的TTY是講那個 終端機 就是那個黑黑麻麻 這個 紙粒密麻的文字 那另外一個東西 是顯示在什麼 顯示在你的左上 左上角 右上角那些 一個Pixel 接著一個Pixel 我們稱為叫 FrameBuffDevice 全名大致這樣寫 FrameBuff 好 那除了這以外呢 你還會看到什麼呢 欸 前面有看到這樣的Fuse 對不對 就是什麼 File System In User Space 那除了這以外呢 你還會看到說 像這個 Loop 所謂這種Loop Device 甚至你還會發現說 這個 像那個什麼 記憶體 對標化語 記憶體本身 就是 記憶體本身也可以作為一個什麼 作為一個檔案來存在 那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50年前 Kan Thompson當初做了這樣一個決策 他讓很多這個思維可以可以同意 那當然這個也不是一下就發展出來 其實這件事的發展呢 跟這個Martex 作業系統有很大觀點 雖然Martex在商業上是一個失敗的作業系統 但他很多概念呢 是由這個Unis 從去怎樣去發揚光大 好 好 那一樣呢 在這個TLPI這本書的第14章呢 提到這個東西 來看一下 就會有一個東西我們稱為叫做 DeviceSpecial File 那這個DeviceSpecial File 就像剛才大家看到的這些內容一樣 那這些Special File呢 你如果去看 用那個看它的屬性 然後就發現一些有點趣味的地方在 那這邊是它的owner跟group 我們先不用快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在這裡 就是說 這是前面那個吧 就是前面這個 User Group Other 但是呢 後面有這個 1235 不要小開這個東西 這個數字是有它的意義的 這個數字在講的 這邊是major major number 那右邊呢 就是 minor number 它有major跟minor 那我們就可以同意去描述 然後如果你認真看呢 這個major呢 major跟minor呢 組合不會衝突 所以比方說 這10 2 2 2 3 5 那就10 2 3 4 這兩個這樣 它不會衝突 那通理呢 你會去看到說 比方說像一些東西比較近的 比方說這個都是loop 好 雖然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具體功能 但沒關係 那你知道它major都一樣 都是7 這個minor就不同 就是 01235的7 剛好可以對應到是吧 這邊的 這邊的這個組合 那通理這個TTY也是這樣 就你看這個TTY TTY 01235的789 01234 這個數字這樣 那它有一樣的major 那minor會不同 好 然後呢 這些東西呢 它的這個操作呢 其實呢 與其說呢 是 everything is a fire 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 everything is a fire descriptor 那 所以這個 這個desculptor呢 本質上是什麼 它是一個數值 好 所以我們如果去man一下 先說man一下 好 然後認真看一下這個 像open 來看它的回傳值 好 這裡 好 那你看喔 回傳值這邊好玩喔 就是不管是open 或者說它其他的那種變形 那它會得到一個什麼 會得到一個file descriptor 好 那如果呢 它是回傳-1的話呢 就表示什麼 表示你遇到這個 遇到的錯誤 好 然後 呃 同樣如果我們去看read read read的話呢 第一個參數是什麼 是fd 好 那這個fd是什麼呢 就是剛剛提到這個file descriptor 好 所以在這個 呃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everything is a file descriptor 那我們接著再探討一下這個file descriptor的描述 好 這個是寫錯字 好 然後呢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這些open read write 這些函式 好 更明確的說法是這些系統不叫 在操作的時候呢 都是以這個file descriptor來看 然後呢 下一個問題 是就很複雜 呃 下一個問題是說呢 那請問每一個process 看到什麼東西 好 我們再回想一下剛剛那個 我們看到這個資料 好 我們回想一下剛剛的回傳值 好 就是我們現在查閱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現在查閱是 呃 是 open 好 那我們從這個man page裡面可以看到說 如果open成功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數值 好 所以這也是為何open的什麼 open的回傳值 它是一個integer 好 那這個integer本身就是 就是保存一個數值 那這個數值呢 它是有意義的 好 就是它是一個 用來 描述檔案的一個數值 好 那這件事就聽起來有點吊詭啦 你看到檔案 我們去思考一些事 檔案 呃 像什麼 保存密碼的檔案 好 像這個 在你的電腦裡面應該有這個東西吧 好 就是 etc.com 當然 我不會想給你看 但是知道 這邊有 這邊有 有那麼多 有那麼多資源的表示 是吧 可是有很多帳號 好 那所以呢這個就是什麼 保存密碼 不過也不用擔心 因為真正的密碼 是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這邊充其量就是一些帳號 所以比方說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裡面有多少個帳號呢 etc.com 好 我這邊可以看到說 裡面有 有 50個使用者 好 然後呢 你看喔 每一個 人 每一個 就是 每一個帳號 或多或少都有可能存取到 Password這個 這個檔案 對吧 所以我才知道 在我的電腦裡面有多少帳號 那 可是呢 這個檔案 在一旦被open之後呢 會得到一個數值 對吧 好 所以我今天這個數值跟這個檔案 它的對應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這件事就跟什麼東西像 比方說你去銀行 好 你去銀行來講的話呢 呃 那個櫃台 好 假的櫃台有 有四個櫃台的 好 但是要排隊等待 在銀行服務人很多 對吧 所以你想喔 有趣的事就是在說 你會先去抽個號碼牌 那抽號碼牌的時候呢 注意到 你不需要把你真正的個人資訊寫到 在銀行裡面 然後你不用提供真 你的你的個人資料 你從來只要抽號碼牌就好 然後呢 時間到的時候呢 他就比如說 呃 7號請到4號櫃台 好 那所以你發現我手上剛好是什麼 是7號 那你就 你就依據這個指示走到4號櫃台 那當然你也可能怎樣 你可能就是剛好忽略了 去上個廁所 或是中途去接電話 然後錯過了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再重新抽一支號碼牌 那反過來說呢 這個櫃台 比方說他就設一個容忍期嘛 比方說他最高容忍的時間就是10秒 反正我10秒沒有叫號碼 沒有叫成功的話 我就叫下一號 那 所以這個東西呢 其實很像 什麼東西很像呢 就是說我最近這個process呢 我打開一個檔案的時候 或是我要做讀取寫入的操作的時候呢 我是針對一個數字去寫入 那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很困難問題 就是說其實會需要一個東西 我們稱為File Description Table 因為我們讀寫的時候呢 這是什麼呢 還記得剛才這個東西吧 我們讀寫的時候都是針對這個FD 它本上就是一個Integer Type 然後這個Integer Type 在每一個process 數值有可能會雷同 所以注意到 數值有可能雷同 因為畢竟這東西只是系統不叫貴穿的 而且它沒有實際上意思 就跟你的這個去銀行抽號碼牌一樣 所以真正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它需要一個東西我們稱為叫Open File Table 就是說這個我們要有個表格呢 去保存已經開啟的檔案 這個東西很關鍵 所以這個是一個全域的 那這個process A process B 也好 它有各自的表格 然後 A 跟 B 它的存在也很有趣 它可能是透過什麼 有可能是透過 Fork 來的 所以如果說你去採掉 Fork 然後你要去找什麼呢 找這個 找這個 這個 這個 好 所以就是很老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這邊呢 就跟你講什麼呢 這邊講了一大堆 他說 Fork 會建立一個什麼 會建立一個新的 process 那這個怎麼建立呢 就是從這個 誰去呼叫 Fork 那最終得到的東西是從原本的 原本的內容去建立一個什麼 幾乎一模一樣 好 注意到我們講幾乎 Dupicate 就是幾乎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是呢 除了什麼 除了以下例外 然後注意到 隨著 Linux kernel 的改版 底下的列 例外名單是很長的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很長 那就從一開始 好 那所以呢 就是說底下起一大堆這個 東西在幹嘛呢 就是例外名單 好 那其中一個例外名單是這個 注意到這個 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呢 原本呼叫 Fork 那個Parsing 叫 Parent 就是 就是叫 不管是叫 父的行 就是父親形成 或者母親形成 不管就是 就是我叫 Parent 然後呢 然後它們產生出來的 就是反正有一個 有一個親人 就是一個雙親其中一個 好 我們現在多餘社會吧 所以 以前翻譯都是翻譯成這個 父親形成啊 或者翻譯成母親形成 那不夠 Parent 這個字 這個字比較 比較中心一點 好 那所以本來是一個 Parent process 呼叫 Fork 之後呢 會產生一個新的 process 我們稱為 Child 可是呢 它的這個什麼 它的 Open File Description 就是 Open File Description Table 其實這樣 是獨立的 所以注意到 如果呢 你今天是從 A 去 Fork 出來一個 B 這個 process 那這兩個東西 什麼 File Description Table呢 其實會各式是獨立的 那不管它怎麼獨立呢 反正最後都會對應到一個 Open File Table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痊癒的這個 痊癒的一個檔案 然後呢 這個 Open File Table 又會對應到 I Know Table 然後所以注意到 I Know Table 這個 I 剛剛前面解釋過了 它是表示吧 那這個東西呢 才是真正去處理什麼 真正去處理 對應的那些 資料怎麼儲存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呢 再對應下去 可能就是 放在網路上 放在硬碟裡面 放在 SSD 裡面 或者放在不同的 這個 比方說 Flash Type 這個儲存空間 好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其實呢 這個檔案的操作 其實分好幾個層級 這件事 一個是 Process 的觀點 對 Process 的觀點呢 我們不想要讓 Process 記載太多資訊 我從頭到尾就給它一個號碼牌 因為我有號碼牌 我就可以幹嘛 我就可以 叫他號碼去做特定的事情 那反過來去思考一件事 假設 Process A 跟 Process B 都要存取到 某一個內容 所以如果說 讓 Process A 跟 Process B 記載太多資訊的時候呢 就會造成大量資料的重複 而且 就有可能兩邊 會什麼 會不一致 但反過來說呢 如果從頭到尾就記載這個數字 而且數字只是一個查表 查這個表 然後對應到最終的裝置的時候呢 所以往往呢 我們 不太需要說 比如說 一開始就讀到檔案的內容 每個 byte 都把它讀光光 不會 很多時候我們只是幹嘛 去檢查檔案是否存在 或者檢查 這個檔案呢 叫什麼名字 或者去查驗說 或是查詢說 這個檔案上一次被修改是什麼時間 所以比如說 你有一個叫做 F-State 所以你會透過這樣的一個系統不教 那你會看它會得到一個這樣的結構體 那這個結構體呢 就幫它取格了 可以看到說什麼 比如說我這個有個State的結構體 再開始 比如說我F-State這個結構體 我就有個給定Fd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資訊寫到 這個point2的StructuralState 好 那這個StructuralState裡面 就包含什麼呢 就包含說 這個inodeNumber 好 所以你看這個 inodeNumber 我這個process A 好 好 呼叫F-State之後呢 我可以拿到這邊的inodeNumber 但是呢 我除了這裡外呢 我可以幹嘛 我可以知道這個owner的 Use ID 也可以知道owner的group ID 好 所以前面講的UID GID 好 那如果它是屬於這種special file DeviceSpecial file 我可以得到 什麼 Major Minor這些資訊 那我也可以知道這個檔案 具體的大小 甚至呢 我還可以知道說它的 在檔案系統內部 實作的一個字 block size 好 然後注意到 隨著kernel的改版 又有新的進來 好 這個改版 比方說上一次的存取時間 最大好 上一次存取時間 上一次修改時間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就會透過這樣的一個資訊 去做什麼呢 去存取 好 那所以你看到我們多數的時候呢 我們存取的東西 不是檔案的每一個byte 而是檔案的什麼 檔案的資訊 所以你會發現說 在1969年 Ken Thompson 以及貝爾實驗室那群人 其實他真的蠻聰明的 就是把這些資料分成 而且要注意到 這樣的分成呢 是有這個破貼性的 不只是讓個別的process 儘可能記載足夠少這樣 而且他就是 某個角度去思想 思考 他其實是什麼 就是一種Decouple 你看 在越右邊 就是越原始資料 對吧 iNode的在 iNode 這個表格對應過去 就是 就是一些原始資料 就是原始保存在硬碟裡面 保存在網路裡面的 那在最左 越左邊呢 又是什麼 就是越高階的觀點 我就去打開檔案啊 做什麼操作 那所以如果說 我讓一個執行單元 像process 這樣的執行單元 記載過多資訊 是很不好的 因為 資訊跟資訊資訊有落差 你去去思考一件事 比如說呢 我今天有個檔案 叫做A 好 那你今天打開兩個終端機 然後去思考一下 我打開兩個終端機 好 做一次給大家看好了 比方說 我這邊 我們呢 這邊 好 我打開了什麼 readme 好 所以打開這個檔案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我在另外一個終端機 也打開 readme 好 那時候就好玩了 這個畫面 你一定有看過這個畫面 對不對 結果跟什麼 就跟你說 這個暫存檔 叫做暫存檔 這個東西已經怎樣 已經存在了 那我該用什麼模式去打開 那注意到 原本我們打開的檔案叫什麼呢 叫做 readme.md 對吧 但是呢 這個打開的時候呢 會建立一個什麼 會前面建立一個 這個dat.me.swp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記錄的這個時間 比方說 現在是晚間的9點08分 那我們就會看到什麼 就是它的 上次的存取時間 那這個上次的存取時間 那這個上次的存取 這是怎麼來的 顯然是透過什麼 透過這樣的東西來的 而且大家可以知道說 誰現在正在被 被誰打開 那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這樣的設計 就對應到這張圖 就很有用 所以像 vn這樣的一個editor 它就用這種特性 避免一個檔案 被什麼 被兩個process所打開 因為兩個process 如果它都會想要寫入到 就是 就是 因為編輯器嘛 你會思考這樣 左邊的畫面 跟右邊的畫面 都可以改到同一個檔案 那 左邊的最後呢 改完之後 因為一開始都存在主記憶體 那最後要想要什麼 把它寫到磁碟裡面去 那通理 右邊的這個中翻機 要寫入資料的時候呢 那它可能沒有意識到 資料已經更新了 所以 vn為了這件事 做了一件什麼事呢 它寧可能這樣 一開始做這個檢查 好 那所以比方說 我這邊就 強制去離開 好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 繼續的 繼續的編輯 好 然後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呢 在這樣的 unit 這樣設計呢 其實就是很巧妙的 可以去克服一些問題 當然 那這還是有一些衍生問題啦 好 比方說 假設你的 editor 是沒有做檢查的 也就是說 我今天 Proset A 在 9點08分的時候寫入一個內容 寫入內容就是A 然後呢 在9點10分的時候 Proset B 把內容 B寫入到什麼 透過這個 剛剛講的一些系統 不叫 write 好 然後最後更新到這個 iNode裡面去 然後更新到 最終儲存的空間裡 那 所以請問 最終到底是A還是B 好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呢 如果呢 我們再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關鍵的地方在於什麼 A跟B 雖然它都有各自想寫入 想要讀取的資料 但是好玩的地方在於說 只要我們能夠去 好好的去控制 什麼 open file table 如果我們可以好好的 控制這個open file table 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把剛才那種 可能會有那種 資料競爭的東西 把它 decaple 就是把它脫鉤 把它 消除它的 偶核 所以比方說呢 我們就可以設定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 以什麼 最後寫入為主 那最後寫入為主 那原本比方說 B B於寫入 B 那A原本是寫入A 但是因為A寫得比較早 那B是比較晚 那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設定規範 以這邊為主 那這邊A來講的話呢 它只要能夠被通知 通知什麼 通知有人辯運過 然後重新載入檔案 這也是一個什麼 這也是一個解法 好 那 接著我們再繼續看 就是說 呃 這個就是在早期 UNIS就發展的東西 但是我們接下來講 Linus比較特別的地方 Linus有個東西叫做 Linus Virtual File System 那 剛才提過 它是定義一個更高階的一個界面 而且這更高階的界面呢 讓我們做什麼事情 可以透過VFS呢 去存取 存取 預先定義好的這些 這些 實作 那你不用去管它這個什麼實作 所以比方說你看 我這邊有很多不同的檔案系統 好 那甚至有可能透過這個Fuse 就是Fuse 連接不同的 更多不同的userspace的程式 然後你有可能要這種 seudo file system 或者說一些 呃 特殊的這個 特殊的檔案系統 然後比方說 用Netflix 好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的操作還是都 你頭可能要轉下 你看到東西是什麼 Read Write Open State 請你那麼低 那注意到呢 這邊寫的時候都會寫2 對不對 為什麼要寫2呢 注意到這個東西 你寫2的時候呢 這個2 這個2表示什麼呢 表示它是系統呼叫 好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呢 應用程式本身 不用去管底層到底怎麼去做的 我只要知道說 透過VFS 透過給定的系統呼叫 我能夠存取到 真正的哪一種檔案系統 我只要知道這個觀點就行了 好 那 呃 我們用法是一致的 好 然後接著呢 我們再這個來繼續看 就VFS裡面呢 它有幾個 有幾個重要物件啦 SuperBlock Inode DeEntry 然後還有File 那我們現在來解釋這個 Inode跟File Inode基本上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 這些資訊 然後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說 Inode跟File裡面呢 在檔案系統都 代表某個檔案 但是你用不同的面向去看 File是什麼呢 就是說當 Kernon在執行Open的時候 他為這個process來建立一個 給定的這個資料結構 所以就是說 當我這個 不管檔案放到哪裡 反正 一旦Open的時候 我們就會維護一個東西叫 OpenFile Table 那注意到這個是痊癒的 系統層級看得到的 好 所以呢 在Open的這個操作完成的時候呢 這個作業系統 會為呼叫Open的那個行程 去建立一個資料結構 所以 你Open執行多少次 就有多少個File 但是這個File是什麼 就是 就這邊看到的 這邊看到的File 那但是我可以多個File 會指向同一個實體 所以你可以理解 所以這個 UNIS裡面透過什麼 File Descriptor這個技巧 就可以做到什麼事情呢 你會知道 我還能開啟好多檔案 但沒關係 我開啟好多檔案 最終只要對應到什麼 同一個OpenFile Table 然後呢 對應到OpenFile Table的一個特定的欄位 那我們就可以去操作存取特定的內容 好 好 那就可以看到 注意到這個東西 好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ort教授 他的這個教材 好 那裡面很多 蠻好的內容 我們來參照一下 你會需要看第一個 File System File System 這個 好 那第一個 第一個東西 很有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有點打錯了 然後改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這個 Virtual Fire System 對 然後 然後 在這邊 有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好 那我們 我們接著來參照這個Port教授的這個教材 然後我們做一點補充 好 這邊就可以快速看一下 那這邊就要講這個Virtual Fire System 好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地位 好 那這個File System在 UNIS的世界 在UNIS也好 Linux 或是其他類似UNIS的系統 比方說 BSD 這樣的一個 FreeBSD 這樣的做系統 其實都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好 然後這個東西存在非常久了 這個 就像前面提到 像光是第一版的UNIS 到現在就是50年 那其實很多觀念 很多術語甚至都是這樣延續下來的 好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現代的這個 這個Virtual Fire System 它其實會包含很多東西 它除了剛才提到那些一次的介面以外 甚至會提供一些Sudo Fire System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Sudo Fire System 到底要講什麼 第一個呢 不要把這兩個字搞混了 有兩個字呢 一個叫Virtual 一個叫做Sudo Virtual是這樣 就是說它是講說 我們可以透過模仿 模擬到了特定的程度 所以比方說有個東西叫做虛擬實境 Virtual Reliart 那就是說我們在虛擬 比方說Second Life 一個遊戲叫Second Life 那我們在Second Life裡面可以做什麼事 我可以去開公司 我可以在Second Life當個果凍 對 我可以果凍 然後可以幫別人綁鞋帶 對 注射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是Virtual Reliart 就是說我做一個傻仔 我也想要幫人家綁鞋帶 人家可能不願意 對 但是在Second Life也就可以幫人家綁鞋帶 人家感謝我 對 還會上新聞 那注意到的就是說 雖然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面 跟真實不一樣 但是構成真實世界一些要素 所以注意到 我們講Virtual 它不能完完全背離事實 再講一次 我們講的Virtual是說 我可以透過模仿 模擬 或者透過某些操作 可以構成一些真實要素 比方說在Second Life裡面 Seven Life它模擬 一個什麼 模擬一個人類世界的運作 但它不能完全跟真實世界背離 也就是說 在Second Life裡面 你還是要有錢 對不對 就是它有些經濟活動 Second Life裡面一定要有人 你不能抽到只有什麼 只有一個人 那就不叫Second Life 對不對 那就比較沒意思了 然後 再來是什麼呢 人跟人的交往 人跟人的交流 它也可以達成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對現實 一個什麼 一個虛擬操作 一個模擬 那但是注意到 shudo這個字不是這樣 shudo這個字 好像是真的 但是它沒有成為真的條件 好 然後 所以 這兩個詞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今天講說 Virtual File System 著重的是什麼 構成現實的要素 所以我們今天就定義說 一個檔案系統 如果要對它做抽象化 好 那我要能夠支援open 能夠支援read write close 那當然 不是這些 read的write都一定要 同時都具備 對不對 比方說有些檔案系統 它是 read only 所以它沒辦法 write這個操作 是會無效的 所以 我們就給它一個空的指標 去表說 哎呦 這個東西沒有作用 那同理呢 有些檔案系統 它是 可讀可寫 但是 不管你寫多少東西 它可能最後還是空空的 然後就是 就是 反正我寫什麼資料都可以 都可以處理 但是沒有真正資料被保存下 就像黑洞一樣 你也可以去實作這樣東西 但是我給你這張界面 所以注意到我們講 Virtual File System 講的是什麼 構成現實的要素 換個角度想 在Virtual File System 它這個構成現實的要素就是什麼 就是那些界面 那晚點會帶著大家來看 那些界面包含什麼 那所以這些 就要求當然需要 去表哪些 哪些 反過來說呢 我們去看那個 有個東西叫 Pseudo Facist 這個Pseudo就是講 不是真的 所以這就是 就是 不是真的跟假的 其實這個 在中文的意思 比較 比較含糊一點 所以 如果你問我說 要怎麼翻譯 我會希望說 翻譯成不是真的 因為假的 會講到另外一個字 叫Fake Fake跟Pseudo還是有差別 但是主要 我們今天講的Pseudo 它就是講 缺乏真的要素 它不僅僅要故意騙 我們講Fake 有時候都是 有那種欺騙的層面在 但是Pseudo不是 Pseudo就是 它只是沒有稱為真的條件 但是還是有點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樣的東西呢 它不是真的檔心 我為什麼需要呢 這東西就好玩了 來看一下 好 那先來看一下 裡面有幾個 第一個 比方說像這個 Proc File System Proc File System 裡面呢 注意到 這個東西呢 在好幾個 類似Unis的作業系統存在 不是只有Linus 其實好幾個 類似Unis系統 像Solaris Iris True64 Unis BSD Linus 或是Qinus 它就是 都有這樣的一個 類似的設計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好玩 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在Proc 注意到 這底下講的是 講Linus 就是在Proc File System 裡面呢 它其實呢 做一件事就是說 它把這個 執行中的程式 這些process 這些執行單元 都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這個 可以透過檔案去描述的 聽起來很神奇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Proc 底下 來看一下 Proc 底下 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一堆數值 是吧 你看到這個 一堆數值 好 注意到這個數值呢 是有它道理的啊 例如說 裡面有個東西叫22 我們來找一下 找一下 22 的確呢 就有個東西叫22 這個東西叫K SYRQD 那所以呢 注意到呢 這個本質上呢 這個22 這個PID等於22的東西呢 就會被什麼 就會記錄在這裡面 順便來看一下 比方說 來看一下 這個22 好 先看 這個22呢 的確呢 的確它有些資訊 所以我們把22裡面的東西呢 把它印出來 好 比方說它叫做 叫做什麼呢 看看它現在的狀態 好 那之後你可以看到說 咦 剛才不就是 我們剛才找到那個什麼 還記得剛才 我們找這個22 對不對 那這個22呢 就是什麼 它的名字就是KSYRQD 就記錄在這邊 那當然你可以去查一下 這個 像這個State裡面 到底要做什麼事 好 所以呢 你看喔 在令人實在講話呢 就做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執行中的程式 我們呢 也可以透過檔案系統 去把它描述出來 所以我可以透過剛才那個操作 對不對 好 像這個Cat這樣操作 好 除了Cat 然後我還可以幹嘛呢 想說我去Cat Cat它的Stack 好 對不對 你是可以看到 甚至 包含說 裡面有哪些 哪些 哪些Simple 哪些Stack 怎麼用 甚至包含說 這個 像什麼呢 像是 像它的 Evivalent 對不對 像這種Evivalent 或是 當然這個東西比較 比較沒意思 因為 它 沒那麼特別 那 或許是 看它的schedule 好 像這邊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schedule的資訊 好 所以它這個叫Sovrqd 好 然後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 Kernel Thread 好 那我在Kernel Thread來講的話呢 我又對應了不同的 這個不同的屬性 好 所以比方說像我的這個 排RT 排程的那個什麼 排程的那個Policy 好 那甚至包含說 因為 背後還設計到像 NewModern的Migrate 好 那這個我們直接在之前 這個Linux核心設計裡面的 這個 基底管理有稍微提一下這個概念 那這些東西呢 我就可以把它揭露出來 而且揭露出來 而且揭露出來呢 我就像一般的這個檔案操作 好 所以我再講一次 我們在這邊來講話 這個sudo file system 在Linux來講的意義就在於說 嘗試把某一些 某一些什麼 某一些操作呢 當作的檔案來看待 好 那這樣東西呢 除了這個process 好 我們除了prog file system以外呢 其他有別的 好 比方說呢 甚至可以一個 叫做 configfs 好 所以這個configfs很好玩啊 就是說 我在系統來講的話 都需要做一些設定 好 像這個 好 system config 像這樣東西 好 好 那這邊來講話 就可以config了不同的東西啦 比方說這個 RDMA啊 或者說什麼PCI PCIe啊 等等 這種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都是各樣系統的config 那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說 因為以前呢 我們一個 核心的模組 核心的功能 掛載的時候呢 可能這樣 就是掛載的時候就 就設定一些參數了 但是呢 我們有時候會希望說 我們能在userspace呢 去改變一些 核心的某些模組 核心某些功能 甚至呢 某些核心的資料 我會寫 就想要像剛才prog file system一樣 把它拿出來 這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 那就是configfs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叫什麼 debugfs 這個東西也是很好玩 這個就是說 我將來就把 cernal一些 debug messages 把cernal一些 這些運作狀態 把它揭露出來 所以 它就像一個檔案 但是它 揭露出來的東西是由 cernal去告知 使用者 告知userspace 那裡面有那些 必要的這些行為 好 那詳細的東西呢 請參與這個 sudo file system in Linux 這個 這篇文章 那就給你介紹這個 像從這個prog 好 然後 看那個uptime 好 就說 我可以知道現在 系統開機開多久了 好 那除了這裡外呢 還可以看什麼sysfs 那這個sysfs 比方說跟這個 揭露 硬體啦 還有debug driver的這個行為啦 不然說還有相關的 firmware majo 像剛剛提到這個 debug fs pipe fs 那在Linus來講 有很多這種 sudo file system 它的存在 你大概 看得出來 它的具體的作用 就是一種分化 而且 這也是kernel的一個很重要的設計哲學 它把越來越多有趣的東西 把它 揭露到userspace 那 所以 kernel 挖球還是要寫 kernel還是要做很多設定 但是 因為越來越多資訊揭露給userspace 而且userspace 可以去操作這些sudo file system 來實現什麼呢 變更kernel行為 在執行時期變更kernel行為 這個一個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設計 好 然後呢 我們再繼續看 所以在 這個講這個 fire system的用意 然後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 virtual file system裡面 它就 它這個界面 那這個界面來講的話 也對應不同的實作 EST4 BetaFS FST32 NFS 那底層有 Page Cache 然後對應到這個block device 那當然也可能會對應到網路裝置 那block device裡面呢 它會對應了Io的一個專門的做排程 就像我們講這個排程器 不是只有排CPU 不是只有排process 不是只有排這些thread 不是 我Io也可以排 而且 Io的排程器對於什麼 對於效能 對於行為是很大的影響的 那除了這以外呢 就是 不論說 這個 從使用者觀點來講 就是用一個統一的操作界面 那所以對使用者來講 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是一個 file system tree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 file system hierarchy file system hierarchy 那 file system hierarchy 縮寫叫做 FHS 那在特定的作業系統 像linux 花很多心思去定義這些這些 這個 linux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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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 在linux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的話 就是這個叫做什麼呢 就是 這個其實很多很多嘗試在做 那現在是由linux foundation去 去維護 比如說每一個目錄啊 比如說病要放什麼啦 boot要放什麼 DV要放什麼 ETC要放什麼 那這些東西標準化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說 因為linux kernel它就是 linux本質上就是kernel 那上面需要各式各樣好玩的user space 去做起來 比如說手機 對不對 手機它就是什麼 就是由 Android 提供一些有趣的 由Google 或者其他open source的東西 拼裝起來 變成一個 Android作業系統 底層是linux 但是上面是user space 是Android 那同理啊 比方說你的ubuntu ubuntu Linux 那所以它在底層來講 也是linux kernel 但是上層呢 就有什麼 有一些 有趣的工具啊 或者有一些專門的 專門發展的一些 圖形界面啊 或者特別的程式 好 那不管 這些裡面呢 只要一群一樣的這個 file system hierarchy 的標準 好 那就可以做到一些互通有無啦 好 比方說這邊放library啊 這邊放這個 prog file system 要怎麼掛載 好 好 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在使用者觀點來講的話 你就做重舉 像file system hierarchy 那有linux基金會 去規範相關的 檔案啊 目錄啊 相關的結構 那不然說前面講的一些 sudo file system 如何掛載 這也是規範的 那 所以有這樣的 這個 file system hierarchy 之後呢 那就是 即便你是不同的 這個linux distribution啊 比方說 呃 Ubuntu啦 Caninical啦 就是Caninical Ubuntu啦 或者Arc Linux 或者什麼的 那這些程式呢 就有可能就可以 可以做到最小限度的通用 好 因為要讀取 執行檔 或者要讀取 資料檔 大家知道 這些程式知道 去哪裡 打開對應 對應的資料 好 然後 那 VFS 到底做什麼呢 就是 VFS 除了呢 是 API的raper以外 其實注意到 他不是 就是除了做這個共同以外 還有很重要的地方是 他會去cache 這個VICE的metadata 那我們再會就是說呢 為什麼早期 就是 回到這個早期啊對不對 你們會講一下這個 為什麼呢 在這個 呃 為什麼在第一版的units 就inode 對不對 我們來去思考一件事 為什麼 第一版的units 就inode呢 這道理不難想像 因為 儲存空間實在太慢了 那些磁帶 空間實在太慢了 然後但是呢 往往 開發者 或者使用者需求的是很 單純的 就是比方說去詢問一個檔案是否存在 好 或者說我去變更 呃 檔案的名稱 或者我去看 這個檔案上一次被 誰去打開 上一次存取的時間點 到底是 就是 核實 好 那所以呢 往往呢 這些這些 這些metadata 好 那我們注意到這個metadata的意思 呃 這個 呃不太好翻譯哦 但是就是說 呃 這個概念是來自這個 希臘語 那它就是 你可以把它翻譯成 描述資料的資料 那這個 呃 翻譯方法很多啦 有人把對岸把它翻譯成 圓 一圓兩圓的圓 然後呢 呃 台灣有些翻譯把它翻譯成 後攝 後攝資料 原資料 聽起來都很奇怪 那我 我這邊是用這個 呃 概念的方法 就是 描述資料的資料 我們稱呼叫metadata 那所以呢 我去 這個 勢必在檔案系統裡面呢 也會有什麼 會有一些 對應的描述的 描述檔案名稱啊 檔案屬性 那這個VFS 要把這些cash in 然後 除了這以外呢 還要跟一個很關鍵東西叫 我們稱呼叫patchcache 好 那這個patchcache呢 跟這個 呃 我們之前講這個linux設計 講這個機體管理的 這是有關的 因為VFS裡面呢 有很重要的界面是什麼 比如說 MAP MAP就是什麼 就是Memory Map 就是做Memory Mapping 那 所以呢 關鍵地方是什麼呢 在這個 呃 這個像Memory Map 這樣的一個操作呢 是定義在 規範在VFS裡面 好 所以呢 勢必呢 我們會接觸到一些patch 好 然後還有必要這些什麼 必要這些 assess control 好 那這個東西都是VFS要去處理的 好 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就是 在這個 呃開發者觀點來講話呢 我們會看到某 某些 某些操作 好 也做一些補充 好 那其中 你會看到說 這樣上面講的 講到一些什麼 一些 batch device 好 那這個東西前面提到 就是我們會提到 呃 對你的那個 排層 一些Io Scheduling 好 那這邊來講的話 請你去參照一下這個 好 一樣也是這個 Port教授的這個教材 他就跟你講說 我們這個batch device 要怎麼去 排層 好 那你看這個階層就 就 就很底層了 對不對 好你看我們今天主軸是哪裡 Fire System 好 但是呢 這裡來講的是batch device scheduling 其實是哪裡 到這裡 好 那這邊來講話就是說 呃 我們要能夠去提升整體的舒服啦 能夠降低特定的那個延遲 而且要在系統 崩溃的狀況 崩溃很多種 比方說 有可能檔案系統 內部設計錯了啦 或者說 呃 我就斷電 或者說我的硬體去出了事情 但是我有沒有辦法救 那除了這以外呢 我還想辦法就是 比方說 資源的使用可以 呃 公平 最最好 這是講資源使用 比如說我這個磁碟機 我在存取的時候 我能不能 避開永遠只用 呃 摩基軌 我能不能是把它均勻的去使用 這在某些東西特別重要 比方說 講什麼 像手機 手機裡面是這種flash type 好 就是nambflash noflash 那其實在存取的時候呢 這個 呃 要做這種 呃 web labeling 這種就是讓它存取 比較均勻的存取 這個對它的壽命 就有大的影響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其實看起來 我們實用 使用者觀點是 他實在要存資料 但是 底層來講的話呢 他也要考慮一個議題很多 你看從上面的這個 Modify system 到 真正的這個檔案性 實作 那包括剛剛講的 page cache 然後lock device 然後IO schedule 然後到後面呢 才是跟這個 Divet driver 然後跟這個後面的這些 裝置通訊的 那所以像看這個 好 page cache 像這個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要怎麼去做 那個對應關係 然後呢 再來是 我的對應的觀眾 還要看到 他那個 每一個page 每一個那個 就是 因為它是一種catch 所以我們要考慮到 這個東西資料 這些資料是在 RAM裡面啊 那 RAM裡面的資料 跟實際 儲存空間內的東西 是不一致 那不一致的話 要怎麼 不然說 有一些對應的 emvalid的 或者說一些 同步的機制要去處理 那同理呢 既然是catch 除了剛才我講的 不一致以外呢 還有考慮到什麼呢 就是比方說不同核 不同的這個狀況 這個東西都要考慮進去 好 所以這邊其實後面來講的 就是講的 IO scheduling 講這些 要怎麼去設計 這個機制 然後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呢 你會有 遇到一些很悲劇的狀況 就像你操作那個 電梯一樣 那總是有人要上樓 總是有人要下樓 那總是會有這個 電梯在延遲 也就是 我們稱呼叫代工 不是罷工 代工 代工就是 做事慢一點 或是稍微休息一下 這個叫代工 那罷工不是好呢 罷工是因為 基於某些理念 可能你比方說 我要爭取我自己的權益 所以我今天不服務 或者我早上不服務 下午不服務 或者說我每隔一陣子 我要中斷我的服務 這個東西叫罷工 但是我剛才講到代工 像剛剛提到這種代工的問題 這個東西的 其實紐約史想 其實我們在講那些schedule 都要考慮這個議題 所以注意到 這個顯然不是我們可以探討完的 這個請你有興趣查一下這些相關的資料 這些在Linux Kernel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計 那除了這以外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就是說像這個 VFS除了介密以外 它在什麼 它要去處理這些block device 然後呢 裡面就有一些好玩的東西 比方說有個東西叫做 F-String 那F-String是什麼呢 就是說 告訴像SSD這樣一個底層 要去回收 沒用到的 或者不想要的這個block 那這樣的話 避免這個block 被大量的配置 然後會有一些效能的影響 可是呢 在Linux 5.1的 某幾個版本的時候 被發現說 這些機制沒有寫好 那會導致大量資料流失 於是呢 在5.1.5的時候 做了這樣的修改 這樣修改很有趣 就是說也許你看不懂 它對應的程式碼 但是 看得出來程式碼只改了兩行 那就是從這邊 就是注意到原本是這樣寫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程式碼搬過來 做一些調整 那這樣就可以避免什麼 避免Data Loss 所以你看這個 我們去學習Linux的 往往不是學每一行要怎麼寫 而是在關鍵時間 比方像剛剛提到的 什麼叫關鍵時間 就是 人們發現 特定的最佳化 特定的機制 就是 雖然它可以提升效能 或是它可以解決 過去的問題 但是它有可能會導致新的問題 那你能不能 解決新的問題 你能不能讓 某些 原本做不到的事情 讓它變可信 這個叫什麼 這就是價值 所以其實我們身為軟體工程師 其實要特別認真 看到這些議題 那注意到 這個東西也是屬於 VFS 範疇 所以這樣有什麼好處 你就不用每一個 Divine Driver 你就不用每一個 Fire System 都去改 你只要什麼 你只要改它 界面那一層 就可以通用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就是 高階觀點的話 就是 就是剛才講的那些 Io的操作 之類的 好 然後 那接著我們來看 就是說 Murture Fire System 它做哪些抽象 好 那麼剛才有講這些關鍵字 而且這些關鍵字 在 1969 就存在 再記一下 Superblock inode Dentry 再什麼 Fire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具體做什麼事 這些字呢 看起來那麼多 但不用擔心 我們把它稍微 做一些調整 Superblock 稍微記一下 它是一個 Global Data 那就是說 這個 就是說在 不管你是哪一種 檔案系統的實作 那反正我是讓你 都看得到的 對外看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Superblock 好 然後呢 所以你看 我Superblock 就是對外看到的東西 那對內呢 就會有包含很多不同的這個面向 然後比方說 你在這邊來講會有這個 inode 就是各式各樣的資訊在裡面 然後呢在上面呢 你透過 inode呢還可以去追蹤到什麼 D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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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 所以Dentry object是什麼呢 就是 檔案對 inode的對應 那它的 為什麼叫Dentry呢 其實全部就是Directory Entry 好 那我剛才提過 inode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MetaDent 描述一個 描述一個 描述 描述資料的資料 描述檔案 資訊 的 的 資料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後面才是 這是File 所以這File 注意到它是一個什麼 File Handler 其實本質上呢 它也不是真正你想像出來 或者你一開始認定 就是 比方說0跟1啊 01011這些儲存 其實不是 它也是一個Handle 注意到這個Handle好玩 那樣是什麼 這個Handle呢 在Windows的世界 就是常見 那對應到Unis的世界 它就是一個 File Desculpt 它本質上還是一個數字 好 那除了它是一個數字以外呢 它還有一個東西 我們稱為Cursor 就是說我現在移動到哪去 所以比方說像這個 Unis裡面 你會有個什麼 像這個 Fseq 注意看這個Fseq呢 這個好玩的要什麼 這一開始先打開一個 File 然後呢 我去跟你講 offset 我的移動量 然後呢 你也可以告訴你 Hands 從在哪裡 那Hands呢 就是 比方說我要從 從目前 去移動 那或者我直接移動到尾巴 移動到 那什麼 然後 就是 或者指定到特定的位置 好 這個東西呢 很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透過這個File 然後 File object 去描述最終的東西怎麼存 當然最終有可能存在網路上 或者說 最終存的東西有可能怎樣 看起來好像是不同的File 但是最終對應到同一個東西 你會覺得 這怎麼有這麼神奇的東西 就是有 比方說有個東西叫什麼 Overlet FS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 Overlet FS呢 就是 就像它名字上寫的 它就是一個這樣設計說 我能不能讓兩個檔案 它最後對應的東西是同一個 那這個意義是很重大的 比方說在雲端的系統來講的話 你要去思考這件事 雲端系統什麼東西都要錢 對吧 畢竟AWS也好啦 Google也好啦 這些公司提供了雲端服務 那我 有沒有可能讓資源 獲得最大的重用 很多資料它只是怎樣 很多資料都是 它都是 很少會被更新的 往往它只是有這些觀點 那就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 像我這個 我這個幕裡面 這個user底下的share 那裡面很多資料啦 比方說什麼zeninfo 比方說什麼zeninfo 比方說不同時區的資料 然後vim的資料 或是一個mintype 告訴從這個檔案的形態 知道說要用什麼樣的程式把它開啟 用什麼樣的程式做操作 那或者說像這個file 這個file很大玩 這個file是大有學問的 它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magic 這個magic什麼鬼呢 你看一下 好 那這個magic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乍看 看不出什麼東西 那這個厲害 厲害 就是說它可以去 比較特定的簽名 然後去回推說 這個東西是屬於什麼樣的檔案 在這邊來講 它看得出 我只要符合特定的東西就是fortune 那你也可以看到什麼java 特定的東西就是java 比方說java的archive java的bycode 好 那在OLEDFS裡面做什麼事呢 就是說我可以 我可以建立一個機制呢 就是什麼 就是把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檔案把它疊起來 所以你就這樣 我今天存在兩個檔案系統 把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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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讓空間使用變得更好 而且很多時候呢 還可以做什麼事呢 不要說 你就想讓你的電腦 如果是用光碟開機 就所謂的ISO檔 那你想 如果Linux是從光碟開機 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光碟是什麼 read only 可是我們Linux啟動的時候 需要有一部分是readable writable 所以你可以做什麼事呢 你用光碟把Linux開機開起來之後呢 你可以插入一個USB的隨身碟 所以我就把USB的隨身碟也mount起來 然後透過OLED FS 把光碟上的檔案系統 還有USB隨身碟上的檔案系統 把它拼湊起來 所以就好像這樣 好像可以寫檔案 你可以讀檔案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讀的時候是從光碟讀 寫的時候就是寫到什麼 寫到USB的隨身碟裡面 但是你不用特別去管 它到底mount到哪一個點 這個就是這個Overlay FS在做的事情 那像這樣的東西很多 那反正總之呢 這些file system 這些對應的這個device driver的這個實作 就會去做這樣的一個操作 然後最後呢就是透過這個什麼 VFS Mount 所以我們今天透過那些 所謂的mount指令 它也是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Virtual Fire System去操作的 好 那所以呢就是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欸 我就可以去 就是 我們就可以用一致的那個方法去存取 好 那我就 只要這邊下一個-t -t呢告訴什麼 告訴 Kernel 注意到 告訴Kernel 我要求 用某一種形態去存取什麼 存取這個檔案系統 好 那所以呢你可以想像這個東西呢 最後一定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系統布教 而且這個系統布教呢 其實就是 其中有一個參數呢 就是去記載 我該用什麼樣的形態 好 所以注意到這東西是 好 那所以呢我有這個VFS Mount 我就可以這樣 就很容易的 就透過VFS 然後去掛載特定的服務 而且呢 我可以透過Superblock 去揭露什麼 去Superblock 去揭露一個 痊癒的資料 所以我還是可以怎樣 我可以去 去操作這些這些資料 但是它內部東西像什麼D Entry I Know的 那就一層一層的去取得 好 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可以透過F-State 這樣的系統布教 去存取 好 然後呢 接著我們可以看一下這篇文章 好 這篇文章很有趣 那這篇文章呢 有幾個東西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個是作者 作者呢 這個 這個聽 聽Jones 這個人很有趣 就 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 就是 你如果有注意到一些Open Source的發展 你就會發現有些人特別有才華 好像這個也懂 那個也懂 好像搞不出 這個人到底什麼不懂 就這種人真的很多 比方說像 以前Linus To Us 他就說他很討厭 他很討厭 格弄 所以他做一件很狂的事情 他進來送 就是 提交patch到KDE裡面去 他就說 他覺得KDE比較好 OK 我就說 我跟妳講 我很快就可以掌握KDE了 然後說 你們這些 可弄啊 這開發者討厭啊 寫出來是做迷雄怪怪的 我不喜歡 那這個好玩呢 就是 Linus To Us 多數時間的開發 Linus To Us 但是要改 KDE還是改得動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 他就覺得說 我開發課筒 需要一個好的一個版本 控制系統 所以他舉辦了什麼 IT 好 因為這樣很狂的 還更狂的 像這個 Linus To Us 它還發展一個東西叫 它還發展一個類似 compiler工具 叫什麼 叫做這個 spars 那簡單說 它spars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parser 類似一個 compiler 就是相當於是 compiler前端 那它意義在哪裡 因為原本Linus kernel是用西元寫的 但是問題來 用西元寫的話 常常會有些問題 比如說有些邊界問題 有些什麼 各式各樣的狀況 所以於是 Linus To Us 就寫一個東西叫什麼 寫一個spars 簡單說 它就像一個 compiler一樣 但它會去分析特定的一些什麼 特定一些屬性 所以你寫程式的時候可以標 不要什麼user、kernel 它就會去看說 我這個 去偵測 有沒有超過邊界 或是底下有些 跟同步處理有關的 流逆12塊 這些 automic operation 有關的 所以總之就是說 它是對邊緣器做一些 對 對西元做一些擴展 那一擴展說 做一些額外的描述 而且透過這個spars的工具 去解析出來 然後所以你看 Linus To Us 開發這東西肯定要懂 肯定要懂 compiler 你說 那 沒有 它就寫了 所以 有時候很難理解 說 Linus To Us 不是kernel的開發者 不是Linus Kernel的創始 但是它也去搞作品系統 它也去搞 compiler 它也去搞 compiler 它也去搞版本控制系統 而且 你如果看它的那些描述 它就會單方去 對啊 我就是花了五天構思 五天閉關 然後就把東西寫出來 那問題 那我們台灣的研究生 花了五年 花了十年 到底做什麼 對 有時候這個很難理解 人比人氣死人 好 那從後來就說 在這篇文章就是這樣的 就說 Tim Jones 他就告訴你了 他就是 反正他是多產的作家 然後多產的科技作家 那底下呢 你可以造成它一些操作 比方說 它兼具滴滴 所以你看到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 Device Spatial File 那這個Device Spatial File 這很好玩 它就是 你可以 這個if字馬 是表示你的input 對不對 然後這個opt 所以我input是一個什麼 反正都是拿到你的 不管 不叫多少次 空的東西 那我就現在是把建立一個檔案 那檔案叫做 output 叫做 file.img 那但是呢 它的這個空間的佔什麼 它就是 佔的這個 1k 然後1k 1k乘100 所以1k乘100 所以1k乘100 就等於多少 等於10Mb 那這個10Mb內容 就是空的資料 然後後來呢 幹嘛呢 就不用這個 Loop device 把這個東西掛起來 把這個檔案 掛起來 那掛起來 掛起來可以做什麼事情 可以就開始 變更裡面的內容 所以比方說 用EST2去掛載 然後 那你可以去照這個操作 然後接著呢 它在底下呢 又告訴你什麼呢 告訴你說 這個 這個東西是怎麼 怎麼去註冊的 在坑本裡面 怎麼去 不同的檔案 怎麼去註冊 EST2 然後那這邊 他講像這個 BFS Mount 還有這個Superblock 那Superblock 到底又是怎麼 跟其他那些操作 Superblock 還有Superoperation 這些東西到底有什麼觀點 那你可以 參考一下這篇文章 可以告訴一些更多的細節 這邊就忽略 好 那接著我們繼續看 接著就是像這個 講這個 Superblock 稍微點看一看 然後那建議去看那個 聽剛剛那篇文章 好 然後再次 i know it 那i know it 就是記錄這些資訊 那注意到呢 這個來講的話呢 裡面呢會有一些 cash的追蹤 好 這東西很關鍵 好 因為我們之所以需要設計檔案系統 就是 就是為了更有效去運用這些資源 那為了更有效運用資源呢 那你就勢必要解決很多問題 好 就是說 像這些cash 然後還有說像一些什麼 在disk裡面那些必要資訊 然後還有去追蹤哪裡到底有變更 哪裡沒有變更 這個dirty的i know it 還有這個dirty的data 注意到這邊講的dirty是什麼 這邊dirty的是相 以cash的觀點 就是已經 已經 已經 改動過了 如果你的資料是沒有改動的話 我從來只需要一份副本 我不用特別去追蹤 那反過來說你如果這個i know it 已經變更了 你這個data已經變更了 那你就要去追蹤 好 這個關鍵 然後再來是 這個i know的呢 i know的也需要追蹤呢 它有些相關的操作 好 所以我才可以知道 誒 知道什麼呢 上一次變更的時間 好 然後呢 甚至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virtue note 好 那這個後來就是 後來這個東西改變了 好 然後 總之就是說呢 在這個metadata變更的這個狀態 其實也必須要被追蹤下來 好 然後 那再來有個東西叫linking 這個linking這個東西 就有個東西叫unlink 這個東西很老玩 你看最後一句話 最後一句話 是說什麼呢 說 事實上沒有一個系統呼叫叫delete 只有名為叫unlink 好 所以注意到哈 你在unis的世界裡面呢 你如果需要刪除個檔案呢 好 它不是用這個 不是用delete這個系統不叫 它的名字叫做 叫做什麼 叫unlink 好 那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的 依據linux programming menu 其實它的名字叫什麼 delete a name 好 所以應該都看到得好玩 對不對 delete a name and a possibility 這file it refers to 所以注意到 我們為什麼叫做unlink 為什麼不是叫delete 好 因為delete是什麼 是如果delete a file 是講到一整個檔案 好 但我們其實只是把關聯去掉 所以這個東西很有趣啊 所以你知道 比如說 我們前面不是講過很多 那個階層的結構 對不對 再回講一下 我剛才講的階層結構 階層的結構 是什麼呢 像是 就是 我們前面講的一些階層結構 是像這樣 比如說 我們有這個 watchify system這一層 然後我們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實作 那但是真正有趣的點在於說呢 我們 會去追蹤 不同層面的 在應用程式來講的話 我充分知道 只要就是read open course flight 就是這些 這些 系統比較操作 但是在VFS來講的話 它就開始有什麼 有cache 所以inodecache directed cache 就要去追蹤 要去追蹤這個dirty 追蹤這個dirty 追蹤這個dirty data 追蹤這個dirty data dirtyinode 那除了這以外呢 你要追蹤的就是可多了 就是說 我們今天想要去刪除個檔案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呢 是把什麼 把這些inode 跟 就是簡單 file object 跟這個inode的關聯把它打斷 我們不會真的把一個檔案 它每一個bite 都把它清成0 或什麼的 這沒有必要 我們只要能夠怎樣 把描述資料的資料 描述起來就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呢 我在 尤其你在linux上 你會發現 你就算一個檔案很巨大 但是你要刪除一個檔案很快 你要變更一個檔案 改名字 也可以很快 但是反過來說呢 你今天要讀取一個檔案 就可能相對就不要花時間 為什麼 因為讀取的話 你需要幹嘛 你需要就跟這個 通過的inode 跟這個file object 打交道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我今天要去刪除一個檔案的時候呢 我從頭到尾 因為我不需要在什麼 在file object層面去做 我只要衝到在inode層面去做就好 所以為什麼稱為 刪除檔案叫unlink 因為呢 它沒有真正刪掉 而是把metadata的關聯 變更 然後接著我們用另外一個東西 比較有趣 其實有兩個系統不叫 這兩個系統不叫 一個叫rnpi 一個叫unlink unlink 好 我們來找一下 這是什麼 用意思第一版 unlink 所以你看 用意思第一版也有unlink 然後呢 再繼續找什麼 rndir 好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rndir呢 這個東西也存在 好 所以要注意到一件事 這兩個東西都存在 但是用意是不同的 來看一下這東西 第一個 unlink就剛才提到了 其實它其實是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inode的關聯 把它把它消除掉 但是rndir呢 需要做額外的操作 就是 所以呢 rndir呢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要去檢查 不要說檢查這個東西是不是 是不是個目錄 目錄底下呢可以有直目錄 那直目錄裡面呢也可以有直目錄 然後呢直目錄底下呢也可以有檔案 對啊 所以那目錄裡面有可能有直目錄 但是也可能有檔案 但是檔案底下就沒有帶檔案的好了 所以你看我覺得rndir 我需要去檢查 檢查它的那個 給定的路徑 它的那個類型 所以我們要去搞定這種 搞定這種議題 好 那再繼續看下去 接著呢我們來看另外一個議題 好 就是說 有另外一個東西叫hardlink 那有hardlink也有softlink 那softlink我們稱呼一下symbolic link symbolic link 是怎麼呢 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 像我大家一起看過 像這個 像你們注意看 像這個 vnlinux 注意看這個 這個vnlinux呢 它是連結到哪裡了 注意到哈 所以你看這個檔案很小啊 30個byte 但是你用腦袋想知道 是vnlinux 是開機用的東西啊 那所以這個東西為什麼 開機只需要30個byte就開機 不是 這個30怎麼來的 這30就是這個 這個字串的長度 你看 我印出來 對不對 你看這個 印出來 這個字串長度 就31嘛 就跟這個東西是符合的 那同理呢 這個東西也是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這個 這個 就是一個是50 一個是47 那你看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對應到 真正檔案在這裡 所以如果我們去看到 真正檔案呢 所以你看喔 這個東西呢 這個是真正的檔案 顯然大多了 Live能夠開機的linux 不曉得 非常巨大的空間 好 那這邊就 這邊就需要什麼 就需要8Mb的空間 才能夠開機起來 好 那可是呢 這個時候就好玩 好 這個注意到 這個充分叫什麼呢 叫Soft link 軟的 好 這就是什麼 Symbolic link 好 link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什麼 就是我剛才講的 這個 Symbolic 但是另外一個東西叫 hardlink hardlink hardlink在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這個好玩 hardlink裡面呢 它的注意到 它不是 它不是DataCopy 好 所以注意到 它不是DataCopy 那它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去想 我們剛才不是講到這個 打開檔案的時候呢 其實呢 本質上呢 打開檔案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Open OpenFile Table 好 然後呢本質上它就是一個 Inmemorated Reference 好 所以我今天打開一個檔案的時候呢 在記憶體呢 就有一個對應了 好 所以回想一下剛才前面那張圖 這個 所以我們有一個OpenFile Table 我今天打開一個檔案的時候 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這樣的資訊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好玩的地方在於說 如果呢 你打開一個檔案之後呢 那你可以去unlink 好 所以我先建立一個關聯 然後把那個unlink 好 那所以其實相當於什麼 我在記憶體有一份 有一份 有一份副本 好 但是實體上呢 已經沒有任何的殘兆了 好 所以過一段時間呢 這個資料就是這樣 就要被釋放掉 好 所以就被浪費了 好 那所以這樣的東西呢 這個很有趣 就是說unlink來講話呢 它是想辦法來建立一個對應 好 所以你就想說我今天可以看你的檔案 但是我最終對應的內容是同一個 好 所以說這樣東西會不會有一個 呃 就是要需不需要做到riffin counting 好 其實它需要 嗯 所以有東西叫什麼riffin counting 好 所以我們今天會發現說 呃 像這個riffin counting 這種技巧呢 這樣的一個操作呢 其實在linus kernel呢 解釋這樣 也是很常見的 好 檔案系統內部會有 好 Kernel module裡面也會有 好 這樣子吧 你lsmod 對不對 好 那lsmod呢 這個 這個數字嘛對不對 對 這是什麼 use by 對不對 use by呢 這後面這個數字是什麼呢 就是被用了多少次 好 這東西都是什麼 reference counting 好 好 那咱們再繼續看下去 好 現在看到這個 過大精神了吧 好 那接著一個state 好 那state的前面有提過嘛 就是說不同的這個 user group 還有other 各用三個bits 去表示 好 那注意到這個是有梗的 底下就是 整理一下那個梗 把那個歷史語言也告訴各位 所以簡單來說呢 西語言裡面 西語言裡面 支援了十六進位 十進位 但是它沒有內建的二進位 但是裡面有個很神奇的東西 是怎麼呢 八進位 為什麼西語言 西語言裡面有八進位 為什麼有這麼奇怪 這麼吊詭的東西呢 這件事很神奇 因為西語言的八進位 剛好可以拿來做什麼 ACL ACL是什麼 assess control list 所以我們的可讀 可寫 可執行這些執行權限 剛好 個別表示什麼 是三個bit 然後 那我就透過這個30個bit的組合 剛好怎樣 可以去 可以去 表達這些 同個群組 同個身份 而且更重要的地方是說什麼呢 這件事跟早期的電腦是有關的 現在早期的電腦有 有些電腦是三十六位元 不是三十二喔 是三十六 為什麼是三十六呢 這個好玩 因為以前有個東西叫做 Sysbit Collector Code 所以就是說 因為以前電腦的主要用途 是來做科學運算 所以盡可能希望更多的 更多的位元來去做運算 所以你看 如果說你是三十六位元 然後Code 要啟動一個bit 來表示正負 那其他三十個bit 來表示整數的話 你可以涵蓋什麼 正負343億的範圍 非常大的數字 但是後來人們發現 電腦應該可以做很多用途 所以發現說 其實這種三十六位元的電腦 螢幕四圍 那後來電腦就是變成說 十六位元 三十六位元 三十六位元 三十四位元 六十四位元 二次方 但是在以前不是這樣 而且更重要的地方是說 今天我們熟知的一個bit 等於八個bit 它是一個事實 它是一個人類定義出來 它不是數學推達來的 它是一個需求 所以你看這已經有講 其實以前電腦 就是用六個bit 去表達一個字元 當然它能夠用的東西很有限 其實只能表達什麼大寫 A到Z 然後0到9 還有是的 還有一些常見的 放空白的 裡面的常見符號 因為這總共能夠編碼 只能編六十四個字元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這麼諸多的原因 西元就是十座的八進位 而且西元十座八進位 最主要用途就是為了什麼 Change of mode 就是所謂剛剛講的A系 好 我休息一下 好 我們繼續探討下去 剛才提到的就是 這些 ino裡面的一些小細節 而且ino裡面很多小細節 好 然後就是 我們來回顧一下 剛才的那個權限 我來看一下 你看到 裡面這個權限 D表示目錄 這沒什麼意思吧 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這邊是可讀 R是可讀 W是可寫 X是可執行 好 如果有個目錄裡面 它是只有可執行 但是不可讀的話 有什麼意思 這個很好玩 就是說 如果一個目錄裡面 它是可以 可執行的話 我可以知道說 它就是一個目錄 那目錄裡面 可能有內容 目錄裡面可以有別的 目錄裡面可以有別的檔案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我讓你知道這些資訊 就是知道它是一個目錄 但是我不讓你去列舉裡面的內容 所以這個什麼用呢 就是說你要去分享你的 home 目錄 可是你又不想要 讓人家 存取到這個 home 目錄裡面的內容 尤其在那個 Web server Web server有個什麼 Web server 有一個像public html public html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技巧 就是這種 是什麼 這個 excutable only 就是這個 然後除了這裡外呢 還有一個東西叫 set uid bit 這個東西很好玩的話 這個 來解釋一下在幹嘛 這個東西一樣 在第一版的units也存在 這真的是 第一版units真的是很好玩的 找set uid 你可以找到好幾個地方出現 不要說像這邊 有個系統附加就叫 set uid 那這個set uid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時候呢 我們現在希望怎樣呢 希望執行一個程式的時候呢 就是我今天去執行一個程式的時候 我希望可以去存取到 好 就存取到一個 我們稱為叫做owner execute 好 那所以比方說像這個東西 好 就是說這個 password這個東西 好 password這個東西呢有點好玩 你看 這個 注意到這邊有個s 好 如果我們去看其他的檔案 比如說userbin底下有什麼檔案 有一個 是p太多了 找我看p 好 不要perl 好 好 所以看這個是perl 這是password 好 這兩個東西差別在哪 就差這個 差這個s 好 所以這個好玩的地方什麼 就是說 我們上面那個是perl 它是一個執行檔 因為它有個x 這肯定是可以執行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x 換成s 好 x 那 那 炒完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個東西呢就可以去存取到 需要root 全線才能夠有 看的東西 好 那就要看到什麼東西呢 看到etc這個password 好 因為這個東西呢你看 這個東西比較有趣 比方是 你看這個 它的存取的時候呢 是 owner是有readable writable 然後呢 但是這個東西呢 是要誰能夠看呢 就是要這個save uid這個 才能夠特別去存取的 好 所以在 在unis的世界呢 就會有這種 真的很奇妙的一些機制 好 然後這個機制也是一樣 第一版的unis就出現了 所以你會發現說 第一版unis真的是包含好多資訊 為什麼 因為 很多啟發都來自 之前這些 開發者參與 marx 的這個設計來的 好 那除了這裡外的話 它有一些像這個 sticky bit 類似的 有些限制檔案的刪除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file object file object辦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從這個 系統呼叫啦 virtual file system 然後一路這樣子 就是包含說這個 open file table 然後 然後 最終呢 遇到這個file object 那file object呢 很多時候的操作的東西 都是很 很低階的操作 但是它有一個很難的地方 還記得我們在 之前有提到的東西 reference counting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對reference counting 也要特別去留意 所以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這個在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檔案裡面呢 會有這個reference counting 因為file來講話 還記得前面講那個file的那個操作吧 好 錄習一下 file呢 基本上建立的東西怎麼 就是 duplicate一個 就是 就是 parent找什麼樣 charge幾乎都要找什麼樣 那空調底下意外 對 底下發生什麼 description 對 好 比如說 這個 這個 open file description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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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file description 是沒有被 繼承的 好 但是呢 不代表說呢 這兩個 這個parent跟char 就會以後 又繽紛多路 其實不是 好 要注意到這個東西 其實它也會有這個存取問題 比方說你看 一邊是原本是parent在這邊執行 好 那file完之後就兩邊了 所以比方說 我們來思考一下fork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這個fork fork不是只是為了讓你去什麼pid等於0 vid大於0 不是那麼單純而已啊 我們去思考一個很關鍵的路途 就是說 我今天 我有fork完之後呢 就有什麼 就有這個 有parent跟child 好 有pattern跟child 那接著呢 我的檔案該怎麼辦 假設一個檔案本來是由parent打開的 所以 pattern會繼續怎樣 繼續存取的一個檔案 可是child如果也想跟動怎麼辦 或是說呢 這個檔案呢 原本就是parent在存取的嘛 那parent在某個時間點把檔案關掉了 那就把檔案close 可是呢 在某個時間點 這個child想要讀什麼 讀這個檔案 那可是已經被parent關掉怎麼辦 所以呢 整件事很有趣 事實上呢 我們就需要做到一個很重要的 那其實就是我們其實 對整個檔案的開啟呢 其實要做什麼 reference counting 好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之前 講課的時候 有人強調說 你為什麼要瞭解 要征服林坑朵之前 你要對 BYS operation很熟 對西元很熟 然後後來我們又花很多時間 跟大家解釋這個 reference counting garbage creation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 那除了這裡以外呢 那你還需要知道另外一個東西叫什麼 duplicate DUP 所以 為什麼會有這個系統呼叫叫做 DUP DUP2 DUP3 注意到這個 這個2 3不是第二版 第三版 而是說它有幾個參數 3就表示有三個參數 2就是2 那1就是一個參數 我們為什麼需要去duplicate 一個file description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會有什麼 會有光明過的落體 所以你看到 如果呢 這個parent已經打開某個檔案了 就是說在這個時間點 parent已經把某個檔案打開了 那我在這個時間把這個 檔案把它close掉 所以在另外邊的trial不知道嘛 因為fog玩就是完全不同的路途 雖然乍看之下 pam跟char長得很像 但是兩者的執行 兩者的這個edgespace 兩者的program counter 這個執行路徑是完全不同的 那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需要怎麼呢 需要透過這個 duplicate這個系統步調 我去幹嘛 我去呢 從舊的file description 建立一個新的file description 所以你有這樣新的file description 可以幹嘛 就可以去做 讓這個什麼 讓child不用擔心parent 有沒有把它關掉 因為我是從舊的file description 建立一個新的file description 比如說我這個 就可以這樣去掌握 那我自己要關掉就關掉 我要繼續讀取資料 我就繼續讀取 我不用管另外一邊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概念很重要 而且這個是這個 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然後注意注意看 就是這個 有個東西叫fd-close-unexcuse 這個東西叫什麼 close-unexcuse 然後注意到呢 這個close-unexcuse 這個file description 我等一下會解釋一下 這個東西好玩裡面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 涉及到這種 就涉及到這種 duplicate的狀態 然後呢 這個是在增幅linux的檔案系統 不得不認真面對事情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在這個像pipe 這個也是翻譯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像這個 看錯了 應該按這個 像這個pipe 好 那pipe來講的話呢 其實也會搭配 像剛剛那個duplicate2去用 而且這個像 你看到這個是什麼 close-unexcuse 那所以就會有這種 因為pipe來講就是 兩端嘛 對不對 一端是產生資料的 一端是消耗資料的 那問題來 我產生資料跟消耗資料的人 他可能不知道彼此 到底是不是終結了 所以彼此呢 會有一些 比方說通過signal 或者說通過這個fd的存取 去判斷 好 比方說我要去duplicate 特定的內容 那或是說我要知道說 他特定的那個狀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 那所以這個在這個pipe 還有pipe2 好 那其實這個背後呢 也會有什麼 跟剛才那個duplicate 好 會有很 就是相似的這個考量點 好 所以再回想一下 我們為什麼有這些考量點 為什麼這些機制 之 duplicate可以完成呢 因為我們就是一個共享 注意到畫面那個 好 共享的一個openfile table 好 好 然後 然後 接著 我們再繼續思考 就是 我們剛才提到這邊 講這個 duplicate 這個剛才提到 好 那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close on execute 就是因為 事實上的這個檔案呢 會有些 繼承 但是我們有時候 可能會希望 來檔案這種 這個繼承啊 這些這些連動關係 希望它不要有 所以有沒有可能把它關掉呢 這是可以的 好 但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 close on execute 這個這樣的一個flag呢 其實呢 不是預設打開 為什麼這不是預設打開呢 好 來看一下這篇 討論 這篇討論 寫得很有趣 因為呢 在 pages的標準 好 再這樣 注意看 在pages的標準來講 這不是default行為 在pages的標準怎麼說呢 可能就是說這個 呃 就是 在 在這個 存取這個file descriptor裡面的這個process 好 那應該保持open 好 那 就算在新的這個process image也是要open 好 除非呢有特別強制去設定的什麼 fdclose on execute 好 這樣這樣一個操作 好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close on execute呢 它不是預設打開的 但是因為那個pages的標準 好 有特別講這個 好 remain open in the new process image 好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討論 好 那同理呢 就是 除了這個fdclose close on execute以外呢 還有什麼 close on fork 好 就是 就是 或是這個 好 就是這一系列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些機制呢 你看 這是什麼時候加進來 其實相對比較新 這個是在2011年加進來 那加進來你會看到這個東西拿完 這是什麼 這個是IBM IBM IBM 自己有一套unis 作業系統叫什麼 叫AIX 所以這也是整個Linus世界有趣的地方 就是 很多人問說Linus是哪一種作業系統 這以前已經不可考了 因為Linus有些機制呢 是來自BSD的 比如說網路的一些堆疊 還有一些BSD的設計 啟發了這個Linus的設計 然後呢 UNIS的一些程式碼 雖然Linus沒有直接拿來用 但是概念上也是對這個Linus有啟發 甚至幫Planet9 對標愛也 Planet9 Planet9是貝爾實驗室發展的一個作業系統 而且Planet9裡面的成果 有個東西叫NineP NineP呢 或者更正確的說來是什麼 叫NineP Protocol 這個NineP Fire System 是Linus的科目的一部分 所以雖然Planet 在1980年代中期到2002年的時候 貝爾實驗室在開發 那後來當然 雖然是商業上不是很成功的東西 但是它的成果 NineP Protocol 變成什麼 變成在Linus來講 重新發揚光大 而且NineP Protocol 在哪個地方用得到呢 在Virtualization裡面用得到 在雲端裡面 所以發現很多雲端 包括說Microsoft的Hyper-V Linus上的KVN VNware這些什麼 那些虛擬化建設裡面 NineP 是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你需要對歷史 電腦歷史有充滿認知 因為這些 這些所謂新的發明 很多時候都是這些50年前 或者相對30年前 很多這個發展 重新來 重新去組織 但是又尊重過去的名字 所以發現說 Unis的名字為什麼那麼古怪 因為Unis的很多名字 是來自更早之前的Maticus 那Maticus 很多怪怪的名字 是什麼時候來的 是來自CTSS 1961年的CTSS 就是來的 所以一路這樣繼承這些概念 通理C元之前叫什麼 叫B元 那B元之前呢 是受到這個BCP有的影響 BCP又是受到CP有的影響 那所以呢 就會有一種 一些很古怪的東西 來沿路下來 但是呢 這也是 我覺得學習Linus 就是一個樂趣 就是你可以 把看到這些歷史回顧 當然 你可能不是這個觀點 你可能說 我之所以接觸你那時候 我也不是對你那時候多大愛啊 我覺得老闆叫我去寫 你的事我就知道接受了 我好苦啊 為什麼還要聽你講歷史故事 聽你在鬼扯蛋 聽你在 就是對 還要還要還要去去那什麼 還要去PTD虚你去報我 對不對 好 就是 就是 這時候是有時候是心境 有時候在 我覺得在台灣比較麻煩 因為說真的 等你接觸到這些東西 往往都不是資源的 都是被迫的 好 那 總之 我也不知道怎麼幫你 只希望你可以學得開心點 好 然後呢 接著我們來繼續 繼續來探討 就是說 這些 File Handle 在做的這個議題 就剛才提到這個項目 Course on Excuse 好 然後呢 再來我們來講這個D Entry D Entry是什麼呢 就是Directory Entry 然後注意到呢 就是說 請你不要把 Directory翻譯成 資料夾 注意到資料夾的英文叫什麼 叫做Folder 好 但是Directory跟Folder是不一樣的 對 不要搞錯了 Directory 跟Folder 好 所以Folder是 Folder是誰發明的 Folder是Microsoft Microsoft Windows發展的東西 叫做Folder 所以這是在什麼 Windows 95 對 Windows 95出來的 但Directory出現很久了 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追溯一下它的歷史故事 又是故事 歷史 反正總之這個東西出現了非常非常非常久了 然後目錄這個詞呢 是很早就存在的 那Folder呢 是一個更高階的一個概念 所以Folder的存在網友是因為人機界面 好 所以注意到好 請你一定要把Directory把它翻譯成目錄 好 因為目錄是一個階層架構 它著重的是這個 著重的是Hierarchy 著重的是那些描述的資訊 所以它著重的是資訊 階層式的這種資訊本身 所以你可以想說 它就像一個資料結構這樣的東西 可是呢 Folder不是這樣的 Folder就是像 右邊看到這個 它是跟人機界面有關的 就是比方說這個Windows的檔案總管 你在Ganone 在KD裡面 所以這個東西是對應到一個圖像的 當然我們的Folder實作 底層可以透過Directory來實作 這OK 但是請你不要把這兩樣搞混了 一個是高階的 一個是跟人互動的部分 一個是資料結構的 所以千萬不要搞錯這個詞 好 那這邊講的這個Direct Entry 那其實包含哪幾個部分呢 就包含說這個檔案的名稱 然後再來是它對應的這個inode 不要描述這個資料的資料 好 然後大家看到有一個Pattern Pointer 這個Pattern Pointer是什麼呢 就是說其實這個東西很好玩 就是我可以指向說 我應該對應到哪裡去 這個很關鍵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Directory跟Create之間 它可以建立觀念 所以像前面講的一些什麼 那個什麼 Hard Link Stop Link 這些相關的議題 也就是這樣一路這樣子串結起來 好 好我們為什麼需要D Entry 這樣一個機制 好 那這樣就是說去走訪 走訪 走訪 因為我們常常會需要寫一個像Find這樣的東西 好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比方說 比方說 我們這邊抓個檔案來試試看 就是有開發一個東西叫Module Editor 好 不要懷疑它的名字真的叫Module 帥呆吧 好 好 那這個Module Editor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小型的一個編輯器 就是大概只有1000行 但是 該有的功能 不會少 不會不少 好 沒錯 就變完了 超爽的對不對 然後 那它的 檔案名稱叫做M1 M1就是Module Editor 那為什麼叫Module Editor呢 因為媽祖托夢叫我們來去寫Edit 好 帥吧 好 那這個東西用起來怎麼用呢 好 打開檔案 好 不要Enter囉 嗚呦 使你打開帥吧 然後 而且 這些什麼 這些語法分析都有的 好 那這個程式碼呢 非常非常之精簡 對 還不到1000行 941行就可以搞起來了 好 然後這個東西的開檔案呢 可以開很快 好 然後 然後呢 就是 比方說 這邊你看喔 那就顯示什麼 顯示移修改 好 所以還記得剛剛是這個file name 還必要出現Module 但是這個就出現 所以這時候如果要離開的話呢 我就跟你講說要去提醒你 好 這檔案已經怎樣 已經改變了 你要不要 好 那就打FORCE 就是強制離開 好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好 要去思考一下 我們剛才做什麼事 我們剛才在Module Edit裡面做什麼事呢 我在Module Edit裡面呢 其實就是去詢問 一個檔案 就是我們去追蹤 就是把檔案去做追蹤 就是把檔案開起來 那開起來之後呢 它的Cache是放在哪裡 主機體 所以我們剛才那些編輯動作呢 其實沒有碰到真正的那些儲存空間 可是之後呢 不是要求你要去存檔 好 所以我們只有在真正存檔的時候才需要什麼 才需要碰到這個真正的File Object 但多數的時候呢 我們只是在這些 INODE跟INODE之間 INODE跟DENTRY之間去溝通 所以同理呢 就是說當我 比方說我打FIND這個件事 所以 這個FIND裡面 看起來很多目錄 目錄裡面還有檔案 對不對 像這個東西都是那些Hash 然後 所以你看我這邊有很多什麼Git Hook 然後說有那個Snapper 這個目錄 目錄裡面又有一個檔案 又有檔案 那可是呢 好問題是什麼呢 我從到尾只要在DENTRY跟這個INODE之間 去走訪這些資料就可以 我完全不需要碰到File Object的內部 所以這件事就會快很多 那注意到的DENTRY Cache 是很複雜的一個設計 好 那接著就是 跟大家探討說 對應的這些系統比較 要做一下CREATE 好 那CREATE的時候呢 可以搭配很多不同的FLAG 像這個 就是CREATE的FLAG 然後會有什麼 ESCL這種 然後有NKD RMD MDI 然後注意到MDI R的話呢 會有什麼檢查 因為目錄裡面會有 指目錄會 目錄裡面會有檔案 好 所以它有些權限的 所以要知道它的型態 然後呢 這個UNLINK 只是把這個 Reference 對不對 就是File Object 跟什麼 跟這些INODE之間 透過 好 所以為什麼叫UNLINK 好 好 好 然後 注意到呢 再來是有個操作很好玩 叫Troncat 在Troncat 在做的是什麼 就是像字面上的意思 它就是 截斷 就是 因為我們真正的儲存在這個 儲存媒介的時候呢 比如說我的資料是1022個Byte 但是在實際上的這個 儲存媒介的時候 你可能存了1K 1024個Byte 或者說你的Block Size Block Size是512個Byte 當一個單位 那雖然你最終存東西 可能只存了5個Byte 10個Byte 15個Byte 或者是200個Byte 但是最後 但是保存在這個 儲存空間裡面 它就可能就是512個Byte 為單位 所以這個 我們有沒有可能呢 去做一個調整 因為畢竟 這些資料不是每次都會 直接寫進去 大家的儲存空間 因為這太慢 網友很多時候操作呢 就是 這些5System Cache 都是來做記憶體 所以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就是反正我們延遲寫錄 然後我們 就在寫錄之前 有做這些必要的調整 然後再來是什麼 這個剛剛講SmartLink 然後 像這個AOS的這個操作 那最後AOS操作的話 就會搭配像綠的DR 這樣的一個 就是它也是可以直接 用到像DH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好 那我們終於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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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往前一點點 好 那但是不要高興太著 還是有另外一個部分 就要講這個吧 D Entry 的各式各樣的Cache 這東西呢 學問非常之大 好 所以我們需要花一點時間 來跟各位探討 好 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接著來討論 整個Virtual File System裡面 該 特別關注的議題 然後在這個關注議題裡面呢 其實真的要探討 真的還蠻複雜的 因為我前面只是講 好像 iNode File Object 不然說像 前面提到的像 D Entry Cache 像這些問題呢 表面上聽起來很單純嘛 對不對 就是說因為這些儲存空間 一般來說它很慢 然後我們儘可能 透過主機體去 就是我們儘可能繞過這些 真正的實體的儲存 然後儘能善用主機體 但是往往就會有這個資料不一致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會有 多個使用者打開 同一份檔案的問題 像前面講那個VIM這種的處置方式 不是每一個 城市都會去做 而且也不見合理吧 有時候就是會需要 同一個時間內打開同一份檔案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 這也是這個Linux 會有各式各樣的這種 同步處理機制 比方說RCU Spinlock Q Spinlock 反正出資料 有一大堆這種 同步機制要去 科普議題 然後這種也會涉及到 像生產者消費者問題 那所以可以看到說 其實檔案系統 在乍聽之下 它聽起來很簡單 對不對 就是說很多人對作業系統的認知 很可能很早就學習了檔案系統 或是很早就實際上操作了檔案系統 但是真正要去探討這個內部的設計 真的是還滿廣泛的 好 那接著來掀開看的吧 D-Entry 這個D-Entry裡面呢 這個就很有意思啦 大家看一下 D-Entry裡面呢 它會有幾 D-Entry Caching 這會有幾個 就是說在 在機體裡面 但是也可能不在機體 那 不在機體的話 還有一種可能是什麼 這可能就是被置換掉了 或者說 它 它不在機體 但是它可能在 某個地方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說 是不在機體 而且它真的就不存在 或者說一個是不在主機體 但是它真的存在某個地方 這個要怎麼去區分 然後這兩個付出的代價 是很敬人的 如果你真的要把這些 所有這些資料都走訪 那你付出的代價是 很敬人以外呢 這個可能呢 它也沒辦法去好說 我有特定的服務品質 所以四肢幣呢 你要有一個比較聰明的方法 比方說透過Hashtable 去做一個快速的一個 那Hashtable的關鍵在於說 我今天 這個 不管資料的長跟短 我要去判斷一個 資料是否存在 那 在沒有碰撞的前提下 你可以用一個 常數時間去完成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 就是說像那個cash的機制 比如說這個LRU的這個 就是 cash的策略 對 LRU 就是LRU叫什麼 叫做List Recent Use 就是最近沒有訪問的資料 把它淘汰掉 好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還甚至可能有一個 透過一個List去傳接 然後去傳接 就是相當於把這個資料 這個 資料走返過一次 就像畫面看到這個 直接弄了一個Tree 好 就像這樣 你就去追 就建立一個類似這樣 樹狀結構去追 追這個資料 你也可以這樣做 然後 那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會有一些對應的 比方說像反向對應的 因為原本呢 我們會有這個iNode 然後 就是我原本這個D Entry 然後我有建立跟iNode 然後但是為了要 讓這個資料查取比較快 可以反過來 就是特給定的iNode 到底對應到哪些D Entry 就是做一個反向的對應 這個在網路啊 或是在很多這種 資料處理 在Linux Kernel 有一大堆這種類似的技巧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 現在是我們如果 就看各自這個操作的 比方說像這個open 那open的話 就有不同這個模式 然後我們從這個 open 好 記得吧 return return value 對 好 這邊來講的話 會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新的 file descriptor 然後再次說 它會有一個各式各樣的frag 對不對 這邊都是frag 然後這些frag 還會隨著 Nins Kernel的改版 回去增加 所以這是一個 當然像create的這個太經典了 但是就是說 像這個 像這個 2.4.10之後呢 就增加一個什麼 all the rights 反正就在kernel改版 就或多或少就會增加這種 或者說會去重新澄清它的機制 你看這一行就是說 這個kernel裡面 這個 這個 oexcl 那它的行為是什麼 然後這個東西 遇到 特定的實作 比方說 nfs 它會有什麼行為 這也是為什麼你會需要 比較頻繁地去查 去查詢那個Linux Kernel 因為這個東西 過多或少會調整 也可能會有新的frag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 像這個search 所以這些search 來講的話呢 不是那麼容易實現 對不對 因為我們給定的東西 是一個 是一個path 一個路徑 那我們要把路徑 轉換成特定的inode 那我們才能夠真的做一些事情 轉換成特定inode 或者轉換成一個 deentry 那我們才真的去做特定的操作 那底下就跟你講說 它實際上做什麼事的 然後幫它說 像剛才講的這個search 那有沒有可能會用地毀的 就是 我fu link到bar 那bar link到bar 那bar link到bar 就變成 那種循環 好 那就是要有一些 比如說 避免這種 無窮的循環 蠻無窮的避回的操作 那該怎麼做 好 好 然後再次前面提到那些file descriptor 然後tunction 好 這個東西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 我在 就是我們把這個什麼 把那個 在開啟的時候 把那些in 去把它切除掉 好 好 那這個東西在這個什麼 在這個 會有 一樣在 virtual file system裡面的設計裡面 它會有一些 對應這個hook 好 像這個truckette 也是在定義在相對應的界面松 好 然後接著我們要講一個麻煩的議題 就是前面東西都還算單純 但是後面東西就覺得很麻煩 好 實際上 這個 我們如果要去操作特定的這個patch 就是做一些對應的這個 記憶體的那個操作的時候 我們勢必要怎麼 要保持一致性 那所以呢 你會看到一個很麻煩的地方是說 在我們的address space 然後root page這些 好 那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資料的都是一整批出去 好 然後呢 所以patch會有一個相對比較有一個luck的操作 好 然後麻煩的地方在哪裡呢 麻煩的地方在說呢 呃 我們呢 又不太可能把所有那個資料的那個流向 把它就是 資料那個前後觀點把它追蹤得很清楚 好 雖然你會在linux kernel 那我會常看到會有不同的這種的那個資料結構啦 比如說abx啦 或是紅黑樹 好 那其實這些都是對走訪資料是有幫助的 但是 男的地方就在哪裡 這裡 好 男的地方就在說這些immanual patch 我該怎麼去走訪 因為我們最終要寫也好 要讀這個資料也好 在這之前其實都是在這個immanual patch去處理的 好 然後但是呢 因為我又不是只有一個人要去存去 可能同時有很多人去存去 那也有可能有很多的reader 然後呢 呃 有一個writer 好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通知機制呢 像我們回顧一下 我們之前講這個 名詞合力設計 講RCU 好 或者說 講這個 Spinlock 那我們其實都有講過一些情境 那這些情境都可能導致這個資料的這個不一致 好 所以這個請你去想一下 好 這個議題真的比較複雜 所以就是我就先點到為止 好 那所以變成說像剛才提到這些議題呢 包含說IoSchedule 包含說甚至像LRU的這個reclaiming 好 那就是說我現在怎麼讓它去重新去使用這個特定的頁面 或者這些東西已經unlink了 我要怎麼去回收 好 那這個其實也是都要去處理的 好 那除了再以外呢還有什麼 包含說這個buffet 對不對 好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資料量 就open也好 就是read write 這些機制都很有趣 它不只是一個byte接著一個byte處理 這個太慢對不對 好 所以往往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一個memory map 好 那map完之後呢 它就是給定一個page 所以你看我這個來講話呢 我就會有這個pte 對不對 page table entry 我不是一個byte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有這個virtual memory 那些pte 然後pgd那些對應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請你複習一下 講什麼呢 Linus核心設計裡面是什麼 基底管理 好 那基底管理又是Linus kernel裡面最複雜的區域 所以不要懷疑 算你好像在看Linus的檔案系統 但是對不起 這個地方是大量的跟這個基底管理 高度的觀點 好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Linus kernel在過程中做了大量的最佳化 好 那當然不是每個最佳化都是有效的 而且可能會導致一些副作用 像剛剛跟剛剛之前跟剛剛提到像5.1 Linus kernel5.1.5 就是有一些最佳化 但是最後導致錯誤的結果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要理解整個 這個 Kernel的運作機制 其實真的要想蠻多的事情 好 那今天我們終於可以來看Linus kernel的運作了 好 那 這邊呢 這邊呢 就是從這個這邊摘錄的是Linus kernel的4.18 這個版本 那當然你也可以試著去看相對比較新的版本 好 那我們這邊就用4.18來做說明 好 那為了要講解呢 我們其實把那個資料結構做的大幅調整 好 但你看到真正的結構是很長的 你看 572行 那一路到這個結構到什麼時候才結束呢 一直到575行才結束 好 這麼 這麼大的一個資料結構 我們去載入一些必要的資訊 好 所以比方說呢 這位版本說 Device Rdv 對不對 這個 就翻譯出它的那個Major跟Major 然後呢 依據這個Device型態會有對應的資料 好 然後我們這邊呢 講話呢 我們有一個 我們Linus核心設計這個 課程呢 我們有一個對應的作業 好 那個對應的作業很好玩 就是說 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建立一個Fibonacci的數列 好 那這個Fibonacci有很多人已經解釋過 這就不贅述了 那總之我們就是給大家一個Device Driver 這個東西叫FibDerv 好 就是 就是Fibonacci Driver 那這個Driver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呢 好 就是說呢 我就可以 一旦這個Kerno KernoMajor掛在之後呢 那我可以 我可以來幹嘛呢 我可以去讀取 注意到 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讀取 這個KernoMajor KernoMajor 所以就想說 我在Kerno裡面有一部分程式 專門來算那個 算這個 去計算那個Fibonacci 先不管它怎麼計算出來的 好 那但是它就可以把它計算出來 然後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好玩的地方在說 我們這邊有一個Device Driver 好 那這個Device Driver 不長 就這邊就是做剛剛講那個Fibonacci的運算 好 然後你看 注意看這個東西 這邊有個什麼 open 好 那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一個註冊動作 註冊 對不對 所以你看Fib的什麼 File Operation 那這個File Operation 在一開始呢 這邊做什麼 做一個初始化 所以這邊出色一個CorrectorDevice 好 所以這邊這個CorrectorDevice 一個配置 配置記憶體 那這邊正式的去做初始化 而且動態的把它加到什麼 加進這個Kerno 然後讓它可以去追蹤這個 新添加的CorrectorDevice 好 所以呢 我這邊就來看一下這個CorrectorDevice 那這邊就會看到一個K-Object K-Object 這個很好玩 這就是LinusKerno裡面做物件導向的設計 好 所以我這邊也可以知道這個ModuleOwner是誰 好 那好玩的要怎麼呢 我就把這邊的FileOperation這邊把它改寫了 好 所以看這個東西呢 就會這樣 就會 就會被 就會被 被改寫了 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就包含內部操作了 比如說Read,Write,Open,Rease,Lseq 好 然後注意到這邊撰寫程式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技巧在哪裡呢 就是 我看這個 Open 好 好 那注意到我們這邊加一個Static 避免什麼 Symbol 衝突 我們要知道這個Symbol衝突是很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技巧 這個技巧是什麼 就是說我這邊不管是Open也好 Release也好 然後就把它訊號成Static 然後只要後面這個東西 後面這個東西能夠被什麼 就是剛剛那個結構體能夠被 被這個 被這個 QuickDevice的初始化的那個 能夠找到對應的結構 那這個對應的這個結構呢 又透過了 C99的 Desinate Desinate Initializer 就是這種 點的這樣 就是初始化 然後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讓我們去怎麼 去把這些東西 這些操作裡面建立好 關聯 好 然後呢最終呢 就是去 我們去 我們就是一個初始化 一個Fibonacci的Device 好的 所以大家應該一開始先建立這樣的名字 好 那各位也可以試著把這個程式碼抓下來 好 那照著這個作業的要求 我們就試著去玩玩看 那 我們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就做一次給大家看吧 好 這邊有一個FibonacciDriver 這個 點它 好 然後 你可以打 Megachimp 好 然後 所以這邊呢 就很有意趣 這個就是跟你講話 就是這邊就通過這個 通過這個測試 好 然後 那他就是去怎麼 去 寫入一個這個Fibonacci這個 這個 Entry 好 這個 對 因為已經掛載 所以先把它 加進來 這邊加進來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這邊有個什麼 Fibonacci這個 這個怎麼東西呢 這是一個 Device Special File 好 那它就是有一樣 就有238 好 這major 0呢就是minor 那當然如果說你把這個 Device 把它 按Module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 的 就不存在 因為這個東西是怎樣 動態去建立的 好 那所以呢在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就是有 去測試啦 比方說 我就會去得到這個 不同數值啊 去 給不同 offset 然後會對應的輸出 好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實作呢 就是有這個 有seq 對 所以我就實作自己的一個 Lseq 好 那對應到不同的Lseq呢 就會幹嘛呢 對應到不同的Lseq 然後就會得到不同的 就會輸出不同的數值 好 好 那所以這邊不是有計算這個 Fibonacci sequence 好 所以好的地方是在這裡 就是說 我每次 read的時候呢 就會回傳一個什麼 回傳一個 一個 不同的Seq 然後因為這個值呢 會一直改嘛 這Fibonacci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說 第一個數值是1 第二個數值是1 那第三個呢是什麼 前面的1跟 就是 前兩個1 跟前一個1 然後去加起來 所以點2 好 然後呢 1跟2呢 再去加起來 好 然後2跟3呢 又再加起來 好 就是在什麼 Fibonacci的數列 好 所以總之這個Seq就是什麼 Seq就是在那邊 read 好 去做出來的 然後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的write 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 所以今天不叫write 我就什麼 把動作把它 我就忽略它 好 那 所以這個是這個 剛才講這個Fibonacci driver 好 所以就可以當做一個 小型的一個練習 那接著我們來繼續講這個 其他的檔案系統實作 我們現在講這個 EST3 EST4 這個相對是比較 這其實這個東西也出現很久了 其實是不知不覺也是出現了十來年 然後 然後 那整個過程中呢 其實整個EST4 EST3 EST4 其實有很多變革 那我們還是一樣在講這個部分 檔案系統 好 然後 EST2 這個出現很久了 這個大概90代 90代的中期 其實它就很存在了 它其實是有一個故事的 我忘記這個 為什麼它叫這個名字了 那反正就是 這個東西存在很久 然後本質上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 它遇到那些crash的時候 它就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做FSCK FSCK 那這個FSCK 這個東西很好玩 就是 你如果去查一下 Main page FSCK 然後 開了什麼 就是Check and Repair 那就是 去檢查 還有去做 去做 去做 修補 然後這個 FSCK 這個 這樣的一個 命令 這個命令 其實是 在EST2的世界 是很常用的 但是後來 在EST3 還是EST4 那就 還是需要FSCK 但是 這個 就會快很多 因為中間 就有一些很特別的 一些實作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FSCK 那其實就是說 去看 就是看 就是說 當我一個檔案型 掛載的時候 我們去看說什麼 裡面的 裡面的資料 是否一致 那就去 它簡單 就是它去掃描 掃描它的那個 Meta data 跟具體的資料的 儲存 有些衝突 然後 從EST3開始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機制 叫Journaling 這個Journaling 就是這樣就是說 因為以前要去FSCK 的時候很討厭 因為你要去比對 Meta data 跟Data 三次之後才一致 就有點像說 有點像說 今天郵差 要去寄 寄 掛號信 就寄平信 可能還好 寄平信就是 郵差到你的家門口去 去什麼 投資就好 或者去廣告傳單 也不用管 有沒有人在家 他反正就是 派報員 或是派送 那些廣告傳單的人 他的義務就是 到了特定地點 把傳單 放到信箱裡面就好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東西 叫掛號 或者是有一種叫什麼 雙掛號 那不管是掛號也好 或是雙掛號也好 這件事就麻煩了 因為第一個你要找到人 第一個要找到地點 第二個要找到人 第三個是什麼 像雙掛號還要牽回來 所以就是說 在整件事來講的話呢 它耗費的時間成本代價就很高 所以你看 這個FSCK 其實是很大的代價 但是Jurnaline的概念是 Jurnaline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說 反正我們做這件事呢 我想辦法避免 需要大量比對Data 跟MetaData 那該怎麼做呢 你就想說 我今天有個額外的空間 去 去記錄 這個 檔案系統到底怎麼用 就像他的 致命上的意思一樣 就像一個旅程 就寫個日記 所以就像這個什麼 航海王日記啊 集結集要做什麼事 所以 我們今天 要去 從這個Crash的狀況 或是從斷電之後 重新用的時候呢 我們不需要把所有資料 重新做完一次 我們只要去看 Jurnaline的Data 跟這個最終資料 是不是對得上 那如果對得上呢 我就去用 那如果對不上的話呢 我就從 上一次對得上的點 開始去處理 但是呢 這概念聽起來 很簡單當然是 一些什麼 同步的機制處理 然後再來是 你賦予的代價 你這些 重現 重新 就是 你replay 這些login 或者redu這些login 你的代價是什麼 好 那這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尋 搜尋 這個 Jurnaline File System 那你可以找到蠻多的 像什麼 JFS 或者說像這個 BetaFS 都有 開發者 在跟各位介紹這些議題 那都講得非常深入 然後那 過程中呢 你要考慮到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這個 Otomic Steel 或者說這個 Batch 或者什麼之類的 那 這個 JBD就會搭配 那個像 EST3 EST4 那這個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因為 我們在這個 在整個檢驗的過程中 我們不能急著去把資料寫進去 誰知道 這個 寫入會不會破壞到之前 究竟的Data 所以往往呢 它需要一個 額外的機制 去追蹤這個 Dirty Data 所以它會需要一個 需要一個 Kernel Thread 你可以想像這樣的機制去追蹤 那在你的電腦裡面也可以 也可以找得到 這個 JBD JBD 啊 這個 掛在 呃 沒關係 可以 JBD 好 就是說如果你的那個 電腦裡面呢 是有Config 是吧 Config這個 JBD的話呢 JBD叫什麼呢 JBD 那這個東西很好玩就是 呃 它就可以搭配像EST3 EST4 這種JBD 那除了這裡外呢 還可以搭配 像 跑過一次 就是把這個資料 重新跑過 然後 運作啦 然後你的Lock Flash 這些操作 那是它可以 重新復原 所以你可以想說它是一個很特別的BD 然後專門呢 就像這個 去追蹤一個不遇智的狀況 然後做特定的操作 那除了這裡外呢 還有一個麻煩的 注意到 Linux的檔案系統真的是超級複雜 所以我們這次的講座呢 其實只是跟大家講一些概念 然後跟大家知道說 我們觀眾要注意到什麼議題 那這些東西都不行 都很細緻的資料呢 其實都要注意好 什麼checkpointing 然後要使用特定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今天講這個什麼 這個檔案系統呢 現在開始變得很像什麼 很像資料庫 而且是分散式資料庫 像分散式資料庫呢 也會有什麼 journal hb by system database 這個東西注意到 這個東西都出現得非常之久 然後呢 這個都已經是險學了 然後這整件事又跟什麼 又跟blockchain 比如blockchain的原理呢 就是從這邊衍生過來的 好 那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 比較多的背景知識 不過我們也可能希望 以後有機會 來跟大家探討 就是這種journal的東西 怎麼施作出來 好 然後呢 剛剛講的是est3 然後est4又持續擴展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est3跟est4 那 呃 某個角度來講 可以去做 去做這個向下相容 好 然後 所以這邊回顧一下 所以est4是很典型的 它 乍看之二好像 對那些什麼crash的處理 比較脆弱啦 FS 可以很久 但是其實一直到今天 都還是有了用 這當然講 因為它相對實作單純 而且某些應用 比如embedded需求 往往可能沒什麼需要寫錄的 大部分都是讀取 那就簡單實作就夠用了 好 那est3呢 就開始做了什麼 就是這種 就加了這個journal 好 所以它在這個data loss的代價會相對的低 好 那est4呢 就更進一步的去把它擴充 而且是針對這種多核 好的處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講一個很奇葩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encrypt encryptive value system 那這encryptive value system 好玩的地方是 就是用致命上的意思 你知道幹嘛 要去加密 可是加密呢 其實它需要一個媒介 好 注意到 就是說我今天加密 不是說這個檔案是用完全的加密 比方說est4 完全加密 其實在linux來講的話 花很多心思去 重用特定的程式 所以以這邊來講的話 它其實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說我在virtual file system 它提供一個介面 然後實作叫est4 但是est4跟真正的device之間 這邊有一個叫encryptive wrap device 所以這叫為什麼這個紅色這一圈 不放在上面 不放在vfs 這當然簡單 因為如果呢 你的執行過 比如說vfs到est4這一段是加密的 那問題 那真正的原始的資料沒有被加密 你還是可以去用這個第一階的dump 第一階的去把這些內容起印出來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這樣 把這個還是可以得到竊取資料的目的 所以這個incryptive file system的做法是什麼 它是建構在一個既有的檔案系統之上 透過一個框架去扮演中間的一個隔離的角色 好 那所以呢 這邊來講話呢 就會有一個 額外的稱為叫blockinclusion 就是一個層次 那當然 你也可以這樣子做 注意到 這個其實 不管是放在上面 放在下面 其實都可以 那只是說它會有各自的不同的缺陷 那以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說 底層這邊這種 真的不是 不碰 那這邊最大好處是說 它是相對來講 相對來講 就是它去加密的這個VFS到這個buck cache 還有一些底層的部分 好 然後呢 因為它會搭配一個什麼 這個incryption其實會搭配一些 現有的一些檔案系統 所以檔案系統跟這個incryption e-incryption到底會不會那個 會不會相容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是 你還要處理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 你有加密的算法 這沒什麼 加密的算法往往不是太大問題 就算什麼出口管制可能也還好 你只要選一個key比較短的就可以 但是問題啊 就是這些key也好 這些初始狀態很關鍵 所以有一個東西叫TPM 那TPM是什麼呢 就是你去想像說我今天有個BIOS 或者有一個 隔離執行的單元 那這個隔離執行的單元 我們來幹嘛呢 我們規劃來去 比方說我在執行的時候去 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 把這個 程式在 就是因為我 因為我 Linus要啟動 啟動需要怎麼 把檔案系統的東西把它解 原本是加密碼 把它解開來 所以呢 我就會有一個像keychain 或者一個管理這些密要 或者管理一些 一些 對應這種密碼資訊啊 或是一些 一個assess token 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來講話呢 就要一個 類似這樣的機制 一個keyring的機制 然後 然後麻煩另外是什麼呢 這些東西又不能太容易被人家 竊取出來 你不能說 Linus不啟動 所以人家在那種 低階的這個 硬體呢 把 把硬碟的每一個 block 走反過一次 然後就看到說 特定密碼 然後再用特定密碼呢 把系統開啟 所以注意到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很麻煩 然後再來是像 還有什麼swapping 那我前面講過swapping Linus的unis 的swapping是什麼 就是把這個 主機體的資料 把它什麼 把它自換成這個 在disk裡面 那Tony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 Morganism 重新去排成的時候 那我就會把 原本把它放在 disk裡面的東西 把它自換 並把它放在主機體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做了這種swapping 那導致呢 明碼 或者這個滑池的資訊 被揭露出來 所以這個key 就寫的有沒有可能 有 所以這知道 這些都是一個很大條件 而且這些東西都在進行 那當然這些 在進行的東西 就很值得我們去看 那MassFS 我們一開始就跟大家解釋 就是說 這是什麼 這是Nephrys的 針對這個多媒體檔案 特別去設計的一個機制 所以因為 這時候我們再回來看 就很熟了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的應用程式 是透過這個VFS 透過這個系統呼叫 然後這些界面 然後我們在坑裡面有個fuse 所以有這個fuse 好 像這邊 所以不要說你有裝 掛載有什麼 Libfuse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很好玩 就是說這個 Libfuse裝的時候 其實還需要什麼 需要一些相關的 然後我們把sd 那是在那個一個套件 好 好 然後 如果 你摸的Program fuse 好 然後這時候呢 再去看 一開始沒有咧 OK OK 嗯 Fuse Fuse 好 所以你看到這邊大家講話 就有個什麼 kernel底下的fs kernel fs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這個fs有多少種 很多對不對 剛才講那個耐批 對不對 然後什麼betafs save 什麼cache files f2fs 什麼save 什麼save minix都跑出來了 好 不過我們現在有信用的 fuse 好 所以比方說這裡有個叫 qs 好 qs掛載之後 ok 所以這個qs有掛載 所以我有這樣的qs來講話 就在這個坑裡面 然後接著幹嘛 就是我們都會透過這上面的那個 libfuse 這些可以開發 然後就可以透過這個 用python寫的這個 madefs 好 然後就可以什麼 跟這些netflix object store 還有跟f3 這些相關的 去溝通 好 那所以當過程中呢 你甚至可以去看他 什麼 去看他的怎麼怎麼去視覺化 怎麼去存取 因為 在我們資料的存取 存取過程中 可能一開始要宣告說 這個東西是可用的 好 然後呢我告訴你他那些相關的狀態 然後 然後你要需要幹嘛呢 去去看 到底用到哪裡 那你也可以去看 這底下就有一些細節啦 就是怎麼去處理 這些什麼 這個資料 而且要 甚至要 甚至還要考慮到一邊 一邊去 一邊去壓縮 一邊去 從這個 遠端的這個 儲存 去給你一些必要的一個支援 好 那我們快速複習一下今天講的東西 所以我們從一開始 花了你大家來詢詩 跟大家介紹 再一次的介紹 這個 這就是我的興趣 但是 希望對各位有點啟發 所以 剛剛說我們今天講這些概念 包括 檔案 目錄 入境 檔案屬性 甚至不然說 像什麼 iNode Superblock 這些東西其實在 第一版的Unis 裡面就存在 所以距今 剛好這樣 50年 而且呢 好玩的地方是說 當時很多技巧 比方說用 八位 八進位 八進位 就表示什麼 使用者 表示 group 表示other 各用三個bit 就表示 那這些東西其實在 在第一版的Unis 程式版也看得出來 甚至不然說這個 在第一版的Unis 其實就有好幾個系統複交了 對不對 就是這個 Cross Open Skilled Fork 這些 在一開始就出現 所以其實在一開始 就 Ken Thompson 跟Dennis 在發展 Unis的過程中 其實就有很多議題 要去想 比如說什麼set UID 比如說 怎麼去追蹤 這些權限的控管 然後再來是我們中間提到 就是 Unis Everything is a fire 更正確的是什麼 to file description 這個 概念把它帶進來 然後再來是說有個全域的 通用的 一個什麼 一個open file table 然後 所以個別 process 對應不同的 不同的數值 然後 但是最後我可以 層層的去 去轉換 所以像剛提到什麼 D Entry 然後這個 Inode 最後變成Fire Fire object 那底下呢 有個什麼 底下有些 這樣的一方面的示意圖 然後 但是對外呢 看起來那些操作 不管是工具 Mount是工具也好 或是U Mount Unmount這個工具 那基本上呢 它也是DoggleToggleMount VF是Mount 所以再次看到 這個Links Cumber物件導向的一個設計 這個就很美的去實現出來 而且很大比例 讓這個程式可以重用 好 那所以觀眾呢 在這個現代的這個Virtual Fire System 呢 不只是定義的介面 不是這麼單純 甚至要是看什麼 要能夠去提供各式各樣的 修多Fire System 各式各樣 把這個資訊 接入到User Space去 好 甚至呢 還要考慮到各式各樣的這種 Page Cache的機制 好 這個是在這裡去思考的 所以不然說 要去確保資料 就是一致 好 然後再來是我們講到這個Linking 可以按Link 然後到底要Link什麼東西 所以就發現說 像我們前面講的這些 iNode 我們講的這些Cache 好 那就是一些很巧妙的觀點 那除了這裡以外的話 就是我們前面有提到什麼 像一些Special Bit 是UID 好 有些File的操作 好 然後再來是 前面有提到這些動作的東西